若有人让你对着石头磕一千个头你会照办吗 那想必不是提要求的人疯吗 就是照做的人是个傻子 可这小伙二话不说猛磕一千次 竟得到了两门绝世功法 其一是能吸取别人内功为己所用的北凝神功 其二是绝对闪避逃跑一流的上城清宫林波威布 段玉不会武功也不想害人 只对清宫大胆兴趣 他现在急着去救人 只能败别事项匆匆离去 原来他此前偶然路过无量山下 本是口渴引了一捧山泉水 却惊骇水源已被鲜血染红 带他上山看到无量剑派与神龙帮混战 皆是不死不休的打法 眼见伤亡惨重 他于心不忍呼喊停手 两边都不知道他的来历 于是询问他姓名 谁知这小子耿直 说明自己不会武功单纯来劝强 没有本事还多管闲事无疑是送死 这时房顶上一妙龄少女突然现身 纵身跃下屋檐夸赞小伙胆大 女孩名叫钟灵 口袋中饲养了一只可爱的闪电雕 两派弟子决定先解决了他们再继续火拼 谁知那闪电雕突然窜进人群 横冲直撞见人就咬 更是知道擎贼先擎王 转瞬间剑弧宫左子木守备两点血痕 神龙帮首领见他身中一躲 不愿趁人之危 领着弟子先行撤退 等来日再找他轻仗 无量剑派立刻围住钟灵 逼他交出解药 小姑娘说自己也没办法 想解毒只能去找他爹 左子木一问得知自己还能活十日左右 于是命人给段玉服下七日断肠散 让他去找钟灵父亲拿姐要换人 钟灵将自己的鞋子交给段玉 嘱咐他见到爹娘千万别说自己姓段 其料他行色匆匆不胜坠牙 可这小子是本书VAP至尊玩家 坠牙之后掉落浅滩 水深当到膝盖位置 误入狼环伏地 叩拜绝美的神仙姐姐雕像 得到了两套顶级功法 离开此处后不日抵达万劫 只见一棵大树上写着 姓段入此古杀无赦 为了对付段正纯请来四大恶人 甘宝宝怪他还在记恨当初的事情 让他不如打死自己算了 钟万筹爱妻如命 不断扇自己耳光道歉 段玉在一旁看着不禁笑出声来 钟万筹立刻发现了这个小白脸 一听他姓段 还是段正纯的儿子更是破口大骂 段玉讥讽他骂人应该当面 背后说人坏话不是英雄好汉 钟万筹一肚子委屈 有苦难言气愤离去 甘宝宝正准备跟着段玉前去救人 出谷前钟万筹见到二人 误以为娘子要跟人跑吗 甘宝宝抽剑上前 不想钟万筹根本不懂 这一件刺的不轻 他只能留下来照顾 交给段玉一件信物 让他去请他爹断正纯出手就中了 并告诉他向前屋里有座房子 可以去那借一匹豪马赶路 段玉借了宝马并未见到马主 骑马走出不远 一群人向他袭击而来 察觉认错了人立刻停下杀手 段玉明白借他宝马的姑娘有难 于是赶回去救人 一群人杀入小屋 结果竟被挨个打出窗外 段玉正在惊恶 抬眼却见一人黑衣黑纱遮面出来 杀手嫌他多事将段玉拉下马 姑娘并不感激段玉的好 更是嫌弃他不自量力 女子抬手按期命中两人 接着一跃而起袖中射出丝带 卷住段玉手腕将人拉上宝马扬长而去 不久后甩开追兵 女子竟将他直接丢在地上 你现在疯了吗 敢自称大丈夫了 不不 大丈夫就是大张 黑衣女子见此便将他拖行在地侧马前行 你再上我 我可骂人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将段玉侧马拖行直至晕厥 段玉此时已是有些惧怕这个疯丫头 本想骑马跑路不想老马失主 他们相看两眼本应分道扬镳 可段玉为救中灵拉下脸来苦苦哀求 希望木婉清能去救人 二人在路上遭遇灵救宫侍女袭击 好在木婉清功夫不差 解决麻烦以后 他们便穿上了灵鹫宫的衣服 原本只是不想让人误会 他们一男一女七星好似私奔 夜色渐身 两人即将抵达无量剑派 这是他们的一段对话 让木婉清对段玉的印象有了歹观 你和钟灵 骑了黑玫瑰就跑 无量剑派 他们追不上你们的 那你呢 我给无量剑派 逼着扶着断肠散的毒药 多子木说 七天内毒发失望 拿不到解药 我考虑是没用的 木婉清才明白 他不顾自身生死 却担忧他一个陌生人的安危 给他报信 觉得这小子不是人好 就是傻瓜 原本计划强硬杀进无量剑派 可左子木因为他们的装扮 与嚣张的态意 误认二人为灵鹫宫圣使 公公静静地放了钟灵 三人不费吹灰离开了剑湖宫 木婉清本不想告诉段玉自己的名字 想着钟灵会说出来 不如他自己说 我叫木婉清 水云清华 婉西清阳 信得好 名字更好 三人刚放下警惕 不料木婉清的仇家找上他们 钟灵知道自己与段玉只能添乱 想拉着他一起逃走 奈何段玉说啥不听 木婉清最见不得男女之间拉拉扯扯 投掷暗器削断钟灵头发 警告他自己走就行 不必管这送死的小子 钟灵离去后不久 木婉清被仇家打伤 只能骑马逃离 结果逃至一处断崖 眼见仇家在后 木婉清策马跳跃 即将坠崖前 拉着段玉跳上对岸 天亮后那群人仍未放弃追杀 山顶的段玉为了救木婉清 只能一边说对不起 一边用石头砸人 这时出现了一位重要角色 贡献了两人感情深温最好的助攻 他便是四大恶人中的南海恶神月老三 现在木婉清受伤 段玉手无腹机之力 只能以致退敌 他不断夸赞月老三武功高强 马屁拍的到位月老三当即就说饶他一命 可木婉清因为杀了他的徒弟孙三霸 月老三不肯放人 在段玉更为卖力的马屁攻势下 月老三心花怒放决定不杀他 但他听说木婉清有个规矩 若有男子看了他的容貌 要不就杀了他 要不就嫁给他 于是非要看他容貌才能了结此事 木婉清知道不敌月老三 于是跟段玉说 你是世上第一个看见我容貌的男子 希望来日不要父母 说完缓缓拉下面纱 段玉登时全身一震 眼前的女子如心悦轻韵 如花束堆雪贪称角色 段玉只觉他楚楚可怜娇柔婉转 先前的疯丫头印象瞬间一扫而空 木婉清再次蒙面 却是告诉月老三 要看他面容要先问过他丈夫 从此木婉清便认定了段玉 而月老三却是一摸段玉后脑 觉得他与自己一样是武学奇才 说什么也要收他为徒 可听到老大呼喊 月老三只能先回去 段玉不愿拜师他就抓走木婉清 让段玉回头找他行拜师 却不想段玉竟在下山途中 被剑狐公的人抓走了 他原本不会武功手无腹肌之力 但展开北宁神宫画卷后 仅用半个时辰就领悟了神宫经药 记住了图上所有经脉学位 他认为这门功法细人内敛 损人利己非君子所为 于是专心休息灵波微步 只见他十二月前纵后 有时左窜右闪 这步伐甚怪不好领悟 可段玉书呆子就喜欢钻研 经过一天两夜的练习 他便将步伐完全掌握 就这种资历放眼整个金庸武侠 也是首屈一指的 他趁着五十剑狐公弟子送饭的时机夺门而出 一人想要将他拦下 不料北宁神宫自动运转 随着帮手不断加入 段玉吸取的内力也越来越多 直到他们内力尽失纷纷倒闭 左子木归来还未看清段玉 就被他一溜烟跑没了眼 这小子只要跑路摔倒必有其遇 他倒地见到了逃走的闪电雕 本想抓住他送还给钟灵 不料这小兽突然窜出 绕着段玉飞速转了几拳 等他回过神来只觉左腿酸麻 已然是被咬伤 这闪电雕剧毒 段玉灯时木凳口袋仰面倒地 这时出现一雾 他行似蛤蟆 长步足两寸 全身阴红圣血 正是那号称万毒之王的芒谷珠哈 闪电雕似是见到敌手纵身扑起 珠哈口吐蓝雾 闪电雕当即摔落在地 尾巴一敲步后再无生机 毒王争霸还未结束 草丛中游出一条红黑斑斓的大蜈蚣 他的行进路线 正对准了张着大嘴的段玉 他虽以中毒不能动弹可神志清醒 内心一万个抗拒却无可奈何 只能眼见蜈蚣毫不客气地爬上舌头 芒谷珠哈醉喜毒雾 纵身一跳追逐蜈蚣进入口中 段玉只觉猴头一阵冰凉 然后他们接连滑了下去 请客之间 肚中电翻滚如肺痛苦难当 段玉立刻翻身趴在地上催吐 剑没有效果更是直接倒影 可任凭用尽办法还是拖不出来 他这时才发现自己闪电雕的毒素遗解 更是从此获得顶级被动百毒不清 他未曾忘记慕婉卿还在月老三手上 稍作修整赶去救人 两人再见已是情意绵绵 慕婉卿提醒此处还有旁人 原来是他父亲的四大护卫之一驻丹臣 他同行的还有两人 已去帮忙支开了月老三 他奉命接公子回大理 怕段玉不愿 便说邀请慕姑娘去府上做客 几人回到镇南王府不久 执意收段玉为徒的月老三又转上了 段玉一听这话立刻现身 镇南王府是他的主场 再也不必惧怕这位南海乐神 护卫与月老三打得难解难分 段正纯一出掌张显非凡内力 又听这人收徒弟收到他家来了 更是出言讥讽 你这老家伙真是不想活了啊 嘿嘿嘿 那好 接着我就给你送中 段正纯不屑一顾 笑说儿子还在 轮不到他 月老三这才知道这是段玉他爹 说起段玉更像他月老三 后脑骨与他一模一样是习武器材 段正纯一听这话笑出了什么 你说你和我儿子一模一样 怪不得你要给我养老送中呢 月老三被占了便宜 不想再多话准备直接动手 段玉却说自己已有师父 他挽着伯父段正名的手臂 让月老三打赢他便同意败事 如果在三招之内 我要是不把他打个稀巴烂 老子真敢就败你一杯事 男子看打账户 说话可要算数的 要不然你就是 乌龟儿子帮八蛋 你快点来来来啊 月老三这人作为反派相当不合格 因为他一言九鼎敢作敢当 本想收骨骼惊奇的段玉为妥 可段玉却要跟他打赌 赌月老三三招之内碰不到他 三招之内我要是打不着你的话 老子立刻就败你一杯事 大家都听到了 我月老二说话 什么时候不算吧 段玉当即使出一招 看 挥机 趁月老三抬头一刹运转北明神功 月老三发觉内力不断被吸走 立刻后翻闪躲 虽搞不清状况只想先制服这小子 却不知段玉已有其欲练就凌波微薄 只见他身体飘忽不乏诡 月老三的恶嘴剪红批树卡 也没碰到他一根寒毛 更是把自己绕了个头昏眼花 摔倒在地的样子好生狼狈 地旁的沐婉清让他赶紧拜师 月老三想得段玉未曾出手 仅是闪躲 心中还有不服 段正纯告诉儿子去点他穴道 自会在暗中相助 果真月老三被激怒后立刻出手 段玉做事攻击的同时 段正纯在旁用一仰指将月老三制服 接着段玉胡甲虎威将人批倒 沐婉清讥讽他看来是当地乌龟王八蛋 不料这月老三直接走到段玉身前 说完一跃而起气愤离去 段玉此时还不知道 月老三不仅讲信用 还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好徒弟 日后更将无数次救他于水火 退敌后段玉带着沐婉清一起用晚饭 不想敬酒中 沐婉清看到段玉母亲手腕处的一块硬紧 不由得全身一震 不敢置信地问起他可是叫刀白后 在得到肯定回答后 却见沐婉清眼神很病 低声说了一句失命难为 右手一仰两枚毒箭向刀白凤胸口射去 段玉自然反应般替母亲挡下暗器 段正纯瞬间将人制服让他拿出解案 他们安置好段玉后便来沈穆婉清 才知道这丫头的师父是秦红年 也就是段正纯的无数情人之一 前几集一直在追杀穆婉清的仇家 是段正纯苏州的情人王室 可谓后宫着火刺杀不断 伦理大戏精彩分成 郑公园配刀白凤对他失望透顶当即离去 穆婉清本以为即将死于段正纯之手 不想他看向自己的眼神甚是柔和 更是问起穆婉清可有什么心愿 一定会想办法帮他实现 穆婉清一听很是高兴 那就答应我和段郎的婚事 你替我们做主 不许他复兴 谁知段正纯听了这话眼神不停的闪躲 不断说着他不能嫁给段玉 还许诺他任何事都可以 就这事不行 穆婉清以为是段玉变了心 却不知道真相比这炸裂一百倍 因为是你亲哥哥 你知道你师父是谁吗 他是你亲娘 我是你亲爹 你偏眼 这话无疑是晴天霹雳 穆婉清转身逃走 他也不知道自己应当去向何处 只觉心痛如脚难以抑制 鬼使神差地走到一处断崖 正在他徘徊于生死之间的时候 却见不远处的岩石上坐着一个怪人 他走近试探发现男人气息若有如雾 这人内力高深 不用张嘴便能发出声音 他告诉穆婉清 他有办法能让段玉变成一个好丈夫 穆婉清自是不幸 血缘注定又能如何改变 那人也不说明 只让穆婉清跟他走 不料两人最终来到万劫 等穆婉清进入一间食屋后便立刻锁门 本想反抗 却见段玉也在此处 秦男自尽二人相拥在一起 可段玉起身的一句话 还是将他拉回现实 我可说妹妹 不能这样 段玉安慰说有他这样一个妹妹也是父亲 穆婉清心如死灰不住地落泪 到了夜晚有人送来饭菜 段玉担心有毒 穆婉清知道那人武功高强 若要杀他们根本不必用毒 于是两人就不管不顾地吃了起来 不久后他们身体燥热呼吸急促 本能地贴近了距离 段玉似是被打醒 又接连删了自己两巴掌说他该死 这事门外一人手持红竹阴险笑道 东方春孝 给你们再加一只红图 你们好好地享受吧 段玉和穆婉清被困于食屋中 他们身中阴阳和欢散 倘若不运动起来 恐怕要蹊跷流血而亡 段玉为了不做错事 只能将自己磕晕过去 这是一次针对大理段氏的报复 为了救回儿子 段正纯一行人闯入万劫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没说几句立刻大打出手 保定帝见他们各有对手 且是军力敌 于是独自去寻找段玉 他碰巧遇到了钟灵 在小姑娘的指引下 他找到了关押段玉的食物 只是门口有人把守 那人身有残疾七丑无比 他以仗为止攻击段正玉 接连几招显示出不俗的内力 更看出他与段氏颇有渊源 仗法似是一阳指的功力 而屋里的段玉受到要力催积 越来越难与情欲相抗 眼见木婉青不断扑来 他只能闪身避开 脚下自然而然地使出灵波微波 内息顺着经脉运行 段玉越走越快 觉得胸口郁闷无苦 忍不住大叫一声 呼喊过后竟稍觉冷静起来 屋外那人也抱上了自己的身份 他正是多年前被反臣残害的严亲太子 他是前任上德皇帝之子 当年大家都以为他被害死 所以皇位才落到了 堂帝段正明的身上 如今他擒获段玉想要败坏段氏名声 为的就是拿回皇位 他以段玉为妖邪 叫宝定帝去天龙寺出家为僧 他不抵段言庆 只能跟段玉说生死有命 段正明回宫就将段正存立为皇太帝 他膝下无子本事要传位给段玉 如今为了以防万一他只能这么做 接着段正明赶往年花寺 请皇梅大师出手救人 而段家还做了另一手准备 他们来到万劫谷外 想要挖一条隧道把人救出来 段玉经过不断运行经脉压制体内制度 他无间听到屋外有声 从窗外探去竟是一老僧正与段延庆对作 只见皇梅大师以金刚指令 凭空画出一条细线悬于半空 段延庆跟着一铁杖画出一条横线 如此你一道我一道 两人凝聚内力相继刻画 不一会儿功夫 就形成了一张纵横十九道的气盘 皇梅大师夸段延庆好功力 又说想必他其力更胜十倍 希望段延庆能让他急死 可段延庆这人不让他半点便宜 两人约定猜先 不想皇梅大师为了先下又想一进 你猜猜 老僧七十岁的时候 脚趾头是奇数还是偶数 段延庆沉思片刻回答偶数 错了 是奇数 正当段延庆猜想他是否残缺脚趾时 只见皇梅脱去鞋腕 竟是食指俱全 段延庆不解忠 却见皇梅提起小铁锤挥击下去 一声响后 他又足小指被斩下 如此皇梅大师获得了先手机会 此时钟灵已得知段玉根目晚清被困 正在钟万筹的药房寻找解药 突然地下有声传来 钟灵走近一看 却见几人掀翻地板钻了出来 不良 不要救 我们是来救世子的 几人知道挖偏了方位 怕钟灵叫喊 于是打晕将他带往地下 另一边钟万筹请来各路豪杰齐聚万劫 不多时大理段氏也到了 刀白凤让钟万筹速速放了他儿子 钟万筹立刻答应 还说定要段正纯颜面扫地 说罢领着众人前往石屋 钟万筹得意洋洋地告诉段正纯 石屋中除了段玉还有一个女子 正是他的私生女慕晚清 各位英雄好汉 大家看看 今天段正纯的亲生儿子和女儿 在乱伦通间 像秦兽一样 钟万筹本想领着大伙看好戏 让段正纯从此颜面扫地 也好报了多年的绿帽之仇 眼见段玉抱着个穿着清凉的姑娘出来 钟顿端将女儿从臭小子身上拽下 而慕晚清早已被段家的人带死了 他们提早挖了隧道 用了一手礼带淘江 钟万仇害人最终害到了自己头上 气急败坏中 却见段正纯来火上浇油 段正纯杀人诛心 更说钟领已服侍他儿子 虽不能娶他做王妃 段玉见此以师父的身份 吩咐叶老三去把师娘抢回来 就此段家一行人离开了万结谷 他们回到大理设宴 感激各位朋友相助 刀白凤突然说道 那条通向万结谷的隧道得要封死 话里话外讽刺段正纯 可能介密到撕毁人家妻子 这时慕晚清想起 甘宝宝曾有个盒子要交给段正纯 打开一看 里面是钟领的生辰八字 背面更写着他当年怀了孩子 可招四目盼等不来段正纯 这才嫁给了钟万仇 他立刻叫嚷到忘乱不能让钟领嫁给段女 刀白凤拿了纸条一看笑出声来 立即明白钟领也是他的私生女 这段正纯的女人个个是真爱 白天知道甘宝宝为他生了女儿 半夜就去钻隧道私会老情人 他在甘宝宝房门外听到 女人对他余情未了 立刻出现将人搂在怀里 两人彻夜长谈当年就起 钟万仇在门外听到响动不敢出声 非要拿好兵器又高声呼喊才踹门而入 一番查找不见男人踪影 又见娇妻似是脑梦 立刻道歉认错 钟万仇可能是个蓝绿色毛 要不然早该看出帽子颜色 闪避宫是一掌拍到甘宝宝 再次抓住了钟领 危急时刻段玉带着月老三破门而入 段玉临波微步救下钟领 他们正准备用那条地道逃走 云钟鹤却抓住女孩脚腕不放 段玉再次用出北宁神功 地面两人不停地抽搐 钟万仇想去拉开云钟鹤 可已经触碰 他的内力也开始向外传导 然后钟宝宝与月老三也加入其中 一群人就这样连在一起挣脱不开 任凭内力全都涌入段玉体内 夜二娘来此一看 立刻加入传宫队伍 如此下去段玉恐怕承受不住 恰好黄梅大师到此 和尚看出问题 一回家沙江所有人掀开 这才平息了这场闹剧 只是段玉因为一下子得了五个高手的小半内力 浑身真气乱窜痛不欲生 为了救他段家决定带他前往天龙寺 却赶上了天龙寺的一大危机 丘魔智也并非空手而来 他从乡中取出少林72绝技交换六脉神剑 并说自己只为祭奠固有慕容国 等他拿到剑金智慧焚于墓前局部偷看 天龙寺各位自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 丘魔智却说 想是他们不信这72绝技的真实性 于是当即运功施展少林绝学年花指 说起六脉神剑未必神奇 毕竟又无人炼成 恐怕徒有虚名 为了保住天龙寺的威望 六脉神剑必要出手 我们就用六脉神剑 领教夺十几招 好 诸位高僧肯显示神剑决意 令小僧大开眼界 深感同心 丘魔智早从慕容国处听闻 六脉神剑乃是以内力化作无形剑弃 他此番志在德经不遇伤人 于是也以内力抗衡 五位僧人各是一道剑弃 幸与他在伯仲之间 可见揪魔智内功之身 此时段玉在一旁观战 他昨日疗伤看过六张图 更将所会各处学到贯通 现在见到几位高僧施展 立刻与心中所记剑法一印证 揪魔智也是做此打算 他并未用尽全力 为的就是看尽六脉剑法的招数 于是出手试探库荣大师 库荣大师却不急不缓地 让段玉专心剑武 眼剑一道内力一寸寸逼近 库荣大师反手双指向后 两道内力射向揪魔智 揪魔智不曾想到大师竟能双剑齐出 虽及时避开 却见右肩衣衫滑阔 这一战显然天龙四省 在战揪魔智双掌 齐出攻势零力 六大高僧齐齐出指却难招架 如此下去天龙四败北只是时间问题 却见库荣大师撤回双指 宜阳指令将六脉神剑剑谱全部烧 眼见绝世剑法化作灰飞 揪魔智又惊又怒 你毁了六脉神剑剑谱 不用大师何必如此冲动 他做事告辞 却一手擒住宝丁帝要将人带走 段玉剑此上前拉住伯父手腕 随即运行内力 宝丁帝全身一阵顿感内力外形 揪魔智也发觉不对连忙松手 他不知道段玉底细 却料定这人内功深厚 嘴上说着告辞 回头趁段玉不被偷袭一整 情急之下段玉食指一出 竟自然而然地用出一招伤扬剑 他内力之强当时少有 一剑出守卫力强害 六脉神剑 揪魔智不曾想这四中竟有如此高手 几招过后发觉段玉更能一人施展全部剑谱 于是全力施展火焰刀 段玉食指分弹六脉神剑连绵击射 揪魔智大惊尽力闪躲 却也看出年轻人武学破绽繁夺 段玉在他眼中分明以守活剑谱 抓住机会将人拿下 风筑经脉飘然远去 他将人带到土拨国队伍 让手下分两路撤退 自己则带着段玉另行离去 一路上任凭他如何威逼利用 段玉也坚决不莫写净 于是揪魔智便要将他焚化在慕容伯目前 也算是将剑谱烧给他们 两人一路向东走了二十多天到了苏州城外 一位姑娘问他们可要过河 揪魔智回说他要去餐盒庄 以慕容伯生前至交的身份前去祭奠 而姑娘正是慕容妇的侍女阿比 不巧刚刚慕容妇已出门 请和尚过河用茶 等主人回来再做传报 于是三人就这样乘船前往厅乡水泄 阿比正招待他们 揪魔智却向姑娘要了一壶菜油 拉着段玉在一辟尽处 浇上油水准备就地焚化 阿比姑娘几度土拦五果被驿长拍倒 你要干什么 我说过了 烧你祭奠慕容先生的亡魂 我什么武功都不会啊 更不会什么七脉神剑八脉神刀的 那我就先杀了慕容府上的一个小丫头 看你还出不出手 又卖神剑 揪魔智竟向阿比出手 一旁的老太太剑子灵巧地挥出墓掌 揪魔智回首一掌 墓掌当即碎裂 他也看出了这老太太乃是易容假扮 天下竟然还有十六七岁的老夫人 你到底想骗我骗到什么时候 眼见又一人为自己受伤 段玉情急之下一指中冲剑射出 而假扮老太太的正是擅长易容的阿珠姑娘 段玉不想连累他们二人 催促他们速速逃离 两人转身欲要跳舞 却听身后段玉又被拍了一掌 于心不忍折返回来告诉周魔智 想要祭奠慕容先生 需要乘船走一天水路 不如休息一晚明日启程 段玉明知道自己将被周魔智焚化 现在还有闲情要听阿比姑娘弹曲子 段公子 你快过来看看 你能不能认识这些什么奇事 周魔智料他们也耍不出什么花招 也不会想到段玉竟能因此逃脱 只见阿比启动机关 而后两女跃下小船 段玉见此跟着跳了下去 三人乘船远去 水蝎中没了声音 揪魔智顿觉安静 回头一看哪还有人 于是又找到一条船准备追人 奈何雪山国师汉鸭子 不会游泳更不会划船 小船在原地转着圈圈 险些将他气死 三人乘船远去一路行驶了几个时辰 想要上岸解决一下生理问题 他们来到附近的曼陀山庄递捡 准备在此稍作停留立刻走 因为山庄主人王夫人性情古怪最烦男人 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 不久三人岸边会合准备离去 刚好王夫人乘船回府 他立刻发现躲在不远处的男子 段宇上前自爆家门 抬头一看夫人面容 竟与他在廊环福地所见识相有五六分相似 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忘了礼数 阿祝阿璧心道不好 果然王夫人开口就要将他割脚挖眼做花肥 这时下人搬着四盆茶花经过 王夫人吩咐好声照料他的满月山茶 这些花在船里放了好几天又不见日头 你们一定要拿到日头里去晒晒 段宇一听这话笑出声来 他讥讽王夫人不懂茶花还要种满山庄 随后将其中两盆茶花的品种说出 另外两盆却又卖起关子 要王夫人拿出请教的礼数 于是段宇就这样从阶下求成了做上宾 他在云景楼中将各色茶花的品名唯唯到来 却在最后一盆讽刺王夫人性格颇辣 王夫人甚是恼怒将他压在山庄里照料茶花 就这样段宇邂逅了他毕生的女神王语言 谁在这种花呀 回小姐 是小生父夫人之命在此种植茶花的 你是谁呀 这一笑击中了段宇的心 这少女的相貌 竟和石洞中的玉象一般无异 仿若他魂牵梦吟的仙女下落凡尘 段宇看得呆了 不由自主跪倒在地拜见师父 少女有些惊慌 一旁的侍女介绍这呆子是阿珠带来的花匠 少女看他一遍遍喊着神仙姐姐有些奇怪 告诉他自己姓王 称呼王姑娘即可 又一日 王语嫣离花带雨地来找段宇 两人一番商量 觉得只有带着他们一起逃走才行 而王语嫣心戏表哥慕容妇与丐帮鄙视的事 决定跟着段宇一起离开曼陀山庄 等他们脱险以后回到厅香水县 三女见到包布桐 准备跟他一起去江南与慕容妇会合 段宇一个外人不便跟着 于是划着小船落寞离去 第二日酒馆 段宇在这里见到了一条颇为豪迈的汉子 天龙八部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都知道主角有三位 若他们之中再分主次 可以先将虚竹排开 段宇和乔峰之间二选其一 你认为是谁呢 原书前十三章都在写段宇的经历 乔峰出场于第十四章松鹤楼 段宇刚刚辞别王语嫣内心烦闷 在这里遇到了喝酒豪迈的乔峰 虽不知他的底细却有意结交 主动帮乔峰买单 还偷听了他与丐帮弟子的谈话 乔峰回头见他眼神闪躲 自是发现了偷听之事 于是叫他来同桌喝酒 乔峰让小二给段宇换了大碗 又要了十斤高亮酒 段宇其实并不爱酒 但书人不书正于是先干为敬 两人就这样一人一碗 第三碗的时候段宇就不行了 他以六脉神剑中的少泽剑法运行真气 将体内酒水从手指倒出 不多时头脑清醒过来 他大言不惭地说自己酒缝制几千杯少 又偷偷在背后以剑法作弊 乔峰对他的所谓并不知晓 两人喝完十斤又要了二十斤 引得楼上楼下驻足为官 就这样他们各自喝下四十多碗 若非段宇钱没带够 乔峰还想继续喝下去 二人比拼酒力又比试轻功 乔峰出场就是满级大号 段宇凭借林波威部也没被甩开 乔峰一番试探由衷地佩服起来 只是不想他认错了人 不说慕容果然迷不虚传啊 小弟姓段茗玉 乔峰这才知他是大理段家子丁 段宇将自己来江南的曲折经历 简练陈述 虽是长话短说 却也并无以难 对自己遇到的种种倒霉事 也不作遮掩 乔峰听后觉得他为人直爽 提议他一劫金兰 二人结拜过后 乔峰还想与他再喝 段宇有些羞愧 将自己用六脉神剑作弊之事 全盘交代 也劝乔峰保重身体物要多喝 两人说着便想重回无锡城中 不想丐帮弟子来报 有四人闯入大义分舵 希望帮主能派大人分舵的兄弟之缘 乔峰决定亲自去看看 段宇也要一同前往 他们还不知道 一场针对乔峰的阴谋正在展开 全冠青联合丐帮四大长老 将四位分舵舵主与传宫 执法两位长老困于泰伍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废除乔峰的帮主之位 这一切竟是因为他的身世之谜 金庸笔下的主角大多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可乔峰是个克里 他出场就已经满级 不论武功还是人品 都是江湖中首屈一指的人 偏偏这样的角色 却注定了一个悲惨的结局 故事要从丐帮副帮主马大元被害说起 马大元死于自己的成名绝技所侯情拿手 能做到这点的只有慕容家的绝技 号称以笔之道还之笔深的斗转心理 乔峰为追查真相赶往江南 他在无锡城外松鹤楼与段宇饮酒相识 两人相互欣赏一劫金兰 随后丐帮弟子来报有四人闯入分洞 等乔峰与段宇赶去 发现来人正是慕容傅的家臣包布桐 以及侍女阿珠阿璧 还有段宇昭思慕小的王女妍 交谈间却见丐帮四大长老到来 他们认定杀害马富帮主的人就是慕容傅 于是将包布桐几人团团为主 还未动手却见树上站着一人 正是慕容家臣之四的风波恶 两方不再多说直接动手 四大长老各有绝技 其中最独特的 要属于装米麻袋为武器的陈长老 这麻袋中暗藏五色小鞋 风波恶当即守备中毒 包布桐凤柱四地穴道后 又与丐帮混站在一起 乔峰不忍风波恶就此丧命 准备帮他吸取毒液 段宇抢先一步上去帮忙 风波恶获救后谢过段宇 更佩服乔峰的人意 他原本甘拜夏丰想要改日再战 奈何宋长老在旁挑衅 风波恶本就好斗又与他们站在一起 这时拳冠亲带着不少丐帮弟子赶到 他们见到乔峰也不省力 反而显示出些许敌意 且传宫只罚两位长老与各分堕堕主位道 乔峰立刻明白帮中定然是出了事情 另外四大长老招呼弟子们结成打狗阵法 将包布桐与风波恶围困当中 王与烟连忙呼喊停手 因为他二人绝无破阵可能 乔峰也知阵法一旦发动 是定要取人性命的 他不愿在真相查明之前冲动行事 于是上前挥手喊停拦住丐帮弟子 随后欺身到风波恶身侧 连出龙爪手与抢住三世 令他二人再无还手之力 风波恶与包布桐自知不是对手当场告辞 乔峰未做阻拦 全冠亲对此提出质疑 三女听到话题有关慕容复便折返回来 全冠亲大胆质疑乔峰是有意开拓 乔峰见他言辞不善又想到众弟子神色异常 于是质问传宫执法两位长老何在 他于人群中扫尸一眼 看到一弟子眼神闪躲 便用秦龙宫将人拽到身前 问他剁主去哪了 张全祥忙说不关他的事 眼神飘忽向着全冠亲撇去 乔峰问四大长老到底发生了什么 却无人应声 于是仅用一招让全冠亲跪倒在地 又吩咐张全祥带人去请执法传宫二人 趁着等待的时间 乔峰向各位兄弟介绍起段语 又说起丐帮四大长老如何得高望重 与他情义深重半事半有 这话一出几人顿感羞愧 后悔听了全冠亲的挑唆 不久后传宫执法脱困 责问张全祥可是奉了 剁主全冠亲的命令 假传帮主号令 将他们困于太湖之上 张全祥承认此事 但其中原因却不敢道明 随后拿出匕首自尽当场 此时马副帮主的夫人康明正在赶来 杏子林事变也即将推向高潮 乔峰半辈子抗疗保送 却没想到自己是个疗人 三十年前中原豪杰接到讯息 将有大批契丹国武士 要来偷袭少林寺 欲将寺中密藏数百年的武功 图谱一举落去 为了阻止他们通过燕门关要道 在带头大哥的领导下集结二十一人 于燕门关外乱尸骨前 灭杀契丹武士 一对契丹夫妇发现尸体 未曾弄清事情状况 却见黑衣人群起围攻 契丹男人武功深不可测 以一人之力抗衡十几名中原高手 本以为马车上的女人也会武功 却不曾想尽是个手无缚机之力的女子 妻子怀抱婴儿无辜被杀 契丹男子瞬间怒火滔天 他拿起武器一举灭杀多数中原高手 随后他于石壁上刻下一书 带着妻子跳牙自尽 几人原想杀了婴儿却又于心不忍 带着石壁上的拓文找人翻译 才知道那夫妻二人是被冤枉 他们将无辜的契丹婴儿 交给邵氏山下的乔三怀夫妇抚养 在孩子七岁时砍柴遇到野老 一位名叫玄虎的少林高僧将他救下 从此以后传他武艺叫他做人 这个孩子便是乔峰 他原本不幸更是险些动手伤人 可赵乾孙作为当年燕门关事件的幸存者 也出来作证 徐长老先是拿出带头大哥 劝告汪建通 万不可将帮主之位传给乔峰的书写 只是不想先被智光大势夺取 撕毁寄信人的名字 他愿意承担乔峰的怒鼓 却不肯让乔峰知道带头大哥的真实身份 随后徐长老拿出汪建通的遗书 叮嘱马大元若发现乔峰有轻疗叛汉的迹象 可和全帮之力将其击杀 更严明下手者有功无罪 而这时康明也来发难 他愿将丈夫马大元之死嫁祸给乔峰 说是怀疑他怕身世泄露才杀人灭口 好在围观的阿珠发现一点 马富帮主的遗书 在徐长老拆开之前是密封完好 那就是说你自己也没有看过这遗书 不错 如此一来便证明 乔峰不可能为补先知杀人灭口 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汤明又说马大元去世前一日有人盗窃 更拿出乔峰的折扇想要做实罪名 短短几个时辰 乔峰从一帮之主变成了撩忍 更被怀疑是杀害自家兄弟的罪人 一切来得太过突然 乔峰更觉得这是有人栽赃陷害 虽然今天有这么多前辈前来作证 但是我还是要自己来查明真相 如果被我查出来有人故意设计陷害我 无论你这种天涯海角 乔峰一定要给你讨个笔半 只是在查明真相之前 他决定先辞去帮主之位 西夏士兵再度追来 段宇赶忙报信 可王雨嫣中毒无力还未换好衣服 段宇下楼却撞见几个西夏士兵正在残害农府 于是跑回二楼询问如何是好 王雨嫣一丝不挂 只能让他想办法拦住追兵 段宇的六脉神剑常常失灵 面对敌人只能左逼右闪 不慎半岛险些背看 王雨嫣在鼓堆后面指点他如何点学对比 段宇所学北名神功与六脉神剑 皆是基于人体学位修炼 一听指点即刻点中学道 西夏士兵果然摔落楼梯当场毕命 这个空杀人的手法把敌人吓得不轻 纷纷退至楼下不敢上前 一群人商量一番决定放火 原本段宇胆小不敢对敌 如若放火他死路一条索性拼了 于是施展林波威不顺身将火把打下 眼见众多敌人持刀杀来 段宇灵活地在小茉坊中一栋闪地 又有王雨嫣在二楼指点 没一会儿全场就被他灭到只剩一个火口 那人惊恐不已 回头却看到一人进屋 正是那假扮西夏长官的慕容复 他一个眼色只是手下上前 那小兵早被吓破了的 不下几招就被段宇一指送去归西 慕容复早想领教六脉神剑 拿起武器就向段宇攻去 段宇躲闪几下却被钢刀架住脖梗 慕容复戏血斑让他去请教楼上的师傅 段宇上楼以后王雨嫣先让他帮忙 我现在使不出一点力气 你先把我把衣服穿好 但眼睛绝对不是睁开的 段宇只能摸索着帮他穿戴 王雨嫣告诉段宇 楼下之人所用武功多达十七种 他万万不是对手 劝他趁早认输算了 段宇立刻招办下楼认输 那人却说他要磕头才算 段宇姿势不从 两人即刻开打 只是林伯威不跑得飞快 慕容复只得让场地变得杂乱 好让他无处下脚 剑实在抓不住人 骗段宇说楼上还有人手 马上就能擒住王雨嫣 段宇果然分身 慕容复趁此机会将人拿下 原想直接杀了算了 不想楼上表妹说 要杀连他一起杀了 顿时促意大法 慕容复这人一心复果 最怕自己儿女情长 亦想自己杀断欲一如反掌 何必急于一时 于是扔下解药匆匆离去 王雨嫣察觉此人古怪 却未多想 闻过悲速清风解药后 果然恢复力气 两人策马离去 不久后跟阿珠阿碧会合 他们在路上遇到一群僧人 得知西夏人占领了天宁寺 段宇商量一同假扮 乔峰与慕容复去救人 这样帮乔峰的忙 也算是报答他先前的搭救之恩 几人赶往不远处的小镇 在阿珠的翘手之下 很快段宇就化作了慕容复的模样 不久后却见乔峰推门而入 段宇傻乎乎的以为是真的大哥懒 王雨嫣笑他呆子 这乔峰已然是阿珠假扮的 另一边乔峰一路追杀西夏人 打听盖帮下落 终是让他知道了天宁寺 于是向着天宁寺方向策马即行 阿珠与段宇假扮乔峰慕容复 准备在天龙寺救下被抓的丐帮众人 月老三早想见识慕容复的斗转星移 故意刁难说若能施展凌波威部就服他 你说这巧不巧 段宇只会这一提 月老三就考他这个 只见南海恶神右手一探 段宇翻越避开 接着身子如风百合夜 轻轻瞧瞧闪过所有招式 月老三追击不及扑了个空 段宇飞身斜踏紧 一脚踹在他的后脑上 段宇见他似是脑梦 又从袖中拿出一条手帕 面对如此挑衅 月老三四猛瘦般扑曲 可任凭他双掌飞舞 却总是差之豪连 不下几招又被踹翻在地 阿珠在一旁险些笑出声来 有了南海恶神的助攻 在场膝下高手皆对他佩服不赢 阿珠趁机让贺连铁书放了 不想对方尽要求他也施展几招 阿珠有些慌张 正要视词推吻 忽觉手脚酸软浑身无力 与昨日身中被苏清风的情况如出一转 而在场膝下人也是如此 纷纷倒地不知是何情况 好在段宇百毒不清 立刻拿出解药递给阿珠 解毒过后两人立刻去解救丐帮众人 武长老健帮主前来搭就很是感激 不一会儿嗅过解药的各位都恢复了功力 只是乔风与慕容父一同出现非常不同 丐帮众人本就怀疑慕容父杀了马大人 如此一来乔风更有借到杀人的嫌疑 阿珠不知其中厉害 只怕在座停留会让人看出破绽 于是拉着段宇匆匆出了大殿 另一边真正的乔风一路奔波打到此处 却见丐帮各位已经脱困 乔风正一头雾水 又听吴长老提到慕容父更是不解 料想着其中并有阴谋 又看众人无视便转身告辞 他一路向北吉池 想要回少石山下 问问养父自己的身世来历 乔风见院中无人 呼喊爹娘也没人应声 推门入内有些诡异 进入厨房却见乔三怀夫妇已经被害 当时瘫倒在地 不论是否轻生 三十年的疼爱丽丽在目 于他而言 乔三怀夫妇就是他的至亲 乔风将父母失手搬在院中细细查探 发觉胸口处肋骨根根断裂 显然是被高手以极强的掌力击毙 当即明白他们是因自己而死 正在他悲痛男人之时 竟有几名少林弟子到此 古人有云 非我族类齐心必赢 正因为大家都相信这句话 所以乔风才会因为出生问题 导致他屡遭陷害却白口莫辩 本想回家向养父母问清楚自己的身世来历 却有人先一步将他们杀害 还被赶来的少林弟子误认他是凶手 乔风极力解释他们却不相信 说罢几人就要替天行道惩治凶手 乔风武功盖世却任凭他们动手 可人一旦有了偏见就在无公正可言 即便他如此退让 几人还是不依不饶 乔风明白多说无意 只得脚下少林僧众的武器 这几人的武功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乔风若想伤人一如反掌 他如此忍让 只为了让他们今后看清 他乔风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时又有不少少林僧众敢来 领头的明显武功不差 若动起手来恐怕不好拿捏分寸 乔风不再犹豫 抱起父母一体立即告辞 他将二老埋葬在少师山上 在坟前立市定会找出凶手报仇 磕完头他趁着夜色潜入少林寺 乔风想到父母因为他的绅士之谜被人害死 他的授业恩师玄虎大师也是知情人 恐他也因为自己遭人暗算 一开始玄虎听到来人是乔风很是开心 他此刻即将游镜灯哭正挂念着乔风 可当他看清这个十年未见的好徒弟样貌时 却是脸色大变 一连说了三个好字随即没了呼吸 乔风此刻脑中一片混乱 不知道自己究竟哪里可怕 他走到屋外 大喊了三声玄虎师父原警 不久少林方丈玄辞大师带着众人感恩 一小沙迷见到乔风样貌 只认他就是打伤玄虎大师的人 乔风猜想定是凶手乔装成他的模样嫁祸于他 可玄辞大师想把他拿下以后再听解释 乔风无奈只能以掌风灭掉烛火趁黑脱身 他路过菩提院时听到有人靠近 于是躲在佛像身后 恰好目睹了一个名叫芷青的小僧 偷袭几位师兄 然后拿走了铜镜后面的经书 芷青正欲离去又听来人 也选择藏于佛像后 乔风将人擒住不许他出生 片刻后一群僧人赶到 他们本以为是乔风所为 叫醒晕倒的弟子才知是师弟芷青的 可芷青一直跟随在方丈身边不曾离开 乔风一听才知这人是乔装假扮的 又想他定然与父母恩师之死有关 方丈见所丢之物 仅是经书遣散众人离去 而后突然跃至佛像后 与乔风对了一场 乔风见被发现 准备拉着芷青逃离 面对少林三位高僧围攻 乔风虽是能打 却又不想伤人 他顾全自身不在话下 却难保住这个假和尚 少林方丈悬辞大师的一掌 让他当即吐息 乔风趁着前面两位躲闪一瞬将人带走 他拖着芷青走了树里甩开追兵 不想刚毅松手 这人竟立刻瘫倒在地 乔风一是感觉呼吸微弱 本想听听心跳 却发觉手上轻软 急忙收手明白这竟是个女人 乔风带人奔走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芷青再度吐血 一摸脸庞发觉上面附了一张面皮 扯开以后才看清竟是阿珠姑娘 于是他带着人赶往最近的镇子 请了大夫却听说已经无药可医 夜晚几人越过他所在的房地 乔风根据发觉众多武林人士齐聚 他们谈起薛神医广发英雄体 召集英豪赶往剧贤庄商讨 如何对付乔风 乔风回了房间心中五味杂陈 探说这世上竟无一人相信他 你对我是这么好 就算你是其单人 我也和你一条心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 只要你不嫌弃我 我永远跟着你 这话让乔风心中甚是温暖 他决定明天就去剧贤庄 找神医给阿珠聊上 今日既要与我为敌 咱们干杯绝交 生意和欢死意何惧 哪怕血剑聚贤庄又算得了什么 只是在白世敬上前喝酒时 乔风感叹纵使曾经出生入死 也终是因为家仇国恨化有为敌 乔风深知一会儿将有一场恶斗 请求白世敬能照护阿珠周全 乔风不管你是死 是活 我白世敬你性命担保 我一定求薛神医治好这位姑娘 乔风谢过昔日宫身后双掌气出 乔风并未回头侧身反击 赵前孙却是招架不住 幸得谈婆将他拉回 这一试探众人明白乔风非一人之力能抵 于同失命选择自尽 另一边邮居也被乔风所杀 赶来的有坦致亲眼见到父亲弃绝 年轻人鲁莽不知深浅欲要报仇 向前冲去还未近身就被内力震伤 少林玄机大师出手已被他擒住 将人举起后那喊一声冷静下来 他想到自己一身武功出自少林 饮水思源不该杀戮少林高僧 又见到巨贤庄一片湿山血海 说完紧闭双目似是求死 乔风顾步的身上挤出伤口 血流如注搀扶阿珠 想到自己连身世都没弄清楚 就要死在这里 怨恨为何上天对他如此不拨 那 你杀我父母 杀我义父义母后受业恩师 一共五条人命 我进你股掌 你受我股掌之后 不管你是死是活 此仇咱们一笔高效 你命只还一咋 你太便宜我了 乔风多方追查带头大哥只为报仇 终于从康敏处得知仇人正是大理王爷断正纯 与他约定三更天轻视桥相见 断正纯对所有血债供认为 萧峰不再多话权力施展一掌 但见一条水龙尽致游血 断正纯坦然摊开双手 似是认罪扶珠 妄想萧峰的眼神却是那样柔情 萧峰察觉不对欲要收回招式 可谓事已晚 这一掌正机在断正纯胸口 萧峰不懂明明仇人心狠手辣 为了灭口将所有知情人杀害 此刻怎能这般淡然 断正纯面色惨白嘴角带血 却向着萧峰微微一笑 随后转身离去 伴着天空中响起的阵阵惊雷 断正纯五脏剧烈 身子直直向桥下摔去 一阵风气吹散了他脸上的伪装 露出的是一张绝美而熟悉的脸庞 萧峰呼喊阿珠向着桥下追去 欲将人拉起却只扯下一脚意料 阿珠跌落水中 萧峰将人抱起 他不懂阿珠为何要这样做 阿珠让他看看自己的左肩 上面赫然刺着一个段子 这一刻他全都明白了 萧峰更明白纵使断正纯是阿珠生父 可于他而言并无养育之恩 但若杀了镇男王 大理皇族岂能罢休 他做的这一切全都是为了自己 这一刻体会到了阿珠对自己的身情超乎想象 电光不住的闪动 霹雳一个接着一个 二人置身天地聚变之际浑然不知 仿若世间只剩彼此 阿珠弥留之际请求萧峰替他照顾好妹妹阿子 随后在爱人怀中面带微笑地离去 赛上牛羊恐许悦 竹盼并有旧萌 此刻萧峰多想带着阿珠赶往赛外 可滂沱的大雨一遍遍交醒了他的梦 竹林中萧峰挖了两个土坑 又披了两块竹片 其中一块为自己写上七单莽夫萧峰之墓 另一块给阿珠的他却不知应该怎么写 这时他默然想起段正纯写给阮星竹的情诗 刚落笔写了半个软字查局出问题 当日在信林之中带头大哥的自己 与墙壁否刮段正纯的字迹全然不同 他明白自己可能是被康敏骗了 等他找到阮星竹却被质问为何要多管闲事 难道就因为段正纯风流成性 抛弃了两个年幼的女儿吗 萧峰此刻才知段正纯所谓的亏心事 竟然是指这个 错了 错了 全错了 萧峰痛不欲生 一拳接一拳地垂向自己胸口 直到打得自己口吐鲜血为止 萧峰埋葬了阿珠 本想与他共赴黄泉 可此刻他要先去找康敏问清楚 萧峰来到信仰马大元家 从窗外看去 正瞧见段正纯又在风流 直播没看多久又有观众感来 正是阮星竹与秦红棉带着各自的女儿到场 萧峰恐他们打乱计划 点中几人穴道 又示意他们不要出声 断正纯不宜有他立刻干了 不多时察觉浑身无力无法运功 这酒里面有用 刚才我给你倒酒的时候 不小心 把一包毒药掉进了酒壶 你别怪我好 顶级大老吴雅子即将退友 设下真龙棋局寻找有缘人接手账号 武林中人听说此事纷纷到此 欲要解开棋局获得天大机缘 天命之子段玉最先解题 或许是所有好事都落在他一人头上过于玄幻 段玉棘手过后已然败下阵来 接着全剧中正是最大口号最响的丁春秋道场 正在他专注棋局之时 揪魔智也随之到来 揪魔智一生追求武学如痴如狂 在他看来黑白棋子皆幻化武学招式 令他身陷其中难以自拔 乍然惊醒觉察棋局凶险异常 这时姑苏慕容飘然而至 揪魔智故意激将 说他也就是武功还行 恐怕棋义没什么剑术 此话一出剑拔弩张 两人各执黑白子出手对应 就这样一人一手下了二十余子 揪魔智不仅嘲笑慕容附书棋 还杀人诛星 不过慕容公子 你连我在边角的纠缠都摆脱不了 还想独鹿中原 慕容副望向棋盘 只觉黑白子似乎都化作了将官士兵 几方兵马被困敌阵难以突围 仿佛体会到自己穷尽必胜心力 终是化作一场空梦的可悲 突然大叫一声抽出宝剑 慕容副拔剑欲要自吻当场 危急时刻断于六脉神剑打落兵器 常见落地慕容副才清醒过来 这时四大恶人到场 老大段言庆奇异非凡 只见他以铁杖吸住一枚棋子落在棋局之上 首局人苏星河对每一首变化了然于胸 当即回应一首黑子 正在断言庆在落一子 突然一小和尚提醒 这人正是天龙中的最后一位主角虚竹 好在断于及时制止 虚竹才少挨一顿毒打 而虚竹说这话 是看刚才慕容副在此落子后 有如走火入魔 才出言提醒 等苏星河再落黑子 断言庆却愁愁起来 两久过后少林悬难大事忽然开口 指出他起初以正道之法破绝 十几守候走入旁门 越走越偏难以挽救 此话一出四十点出断言庆的身体 他原本是大理皇子却走入歧途 正在他心神不稳之际 丁春秋也来天把火 说他即便死了也无言面对断氏仙人 断言庆有如魔障正欲自裁 情急之下岳老三抓起虚竹向老大扔群 丁春秋岂会让他坏了好事 一掌将虚竹拍回 虚竹却开口劝道 断氏竹 对一步海过天空啊 断言庆冷静下来停住动作 虚竹眼见众人接连走火入魔 一时慈悲兴起 他不能破局但可以搅局 于是拿了一枚棋子胡乱落下 苏星河见有人捣乱训斥道 本来是一片死棋 非要让我把你杀干净不可吗 虚竹连忙解释自己不会下棋 苏星河看向棋盘 发觉这一手虽然自杀了一片白棋 却也是入局的一手 他师父曾有命任何人都可以下棋 于是让虚竹继续走下去 虚竹解释自己奇异低劣 此举只为救人 见他不肯再走 苏星河怒斥道 为了反抗天山同老 乌老大等人叶探灵旧宫 抓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娃娃 他们受够了生死符的折磨 召开百仙大会意图反叛 本想在女娃娃身上盘问出灵旧宫的情报 可她竟是个只会哭鼻子的小哑巴 于是决定每人向着女娃娃砍上一刀 以表示从此与飘渺风势不两立 就在乌老大准备率先动手时 竟冲出来个成咬精 路过此处的虚竹不忍见他们残害性命 以蛮力将乌老大撞开 抓起布袋将女童背在身上 风驰电掣般冲出人群 向着西北角的山峰急奔而去 虚竹慌不择路 只想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藏起来 虚竹吓了一跳还以为有容追来 环视一圈并未看到人影 回头却见那女娃娃已经站在身前 小妹妹 别闹了 现在很多人等着杀咱们的 你快进来我帮你上山 女童上下打量虚竹一番 却在见到他手上纸环时面色大变 盲问是从哪里偷来的戒指 虚竹肇事回答 是一位老前辈临死前交给他的 女童文言悲痛欲绝正在原地 这时又有追兵的声音传来 虚竹只得先背着他离开此地 二人奔走一夜甩开追兵 再一溪流出歇脚 虚竹将自己破解棋局 得到传承的事情简练盖数 女童才忠实相信 乌鸦子将逍遥派掌门置卫传给了他 但虚竹仍认为自己是少林弟子 不肯改投别派 于是女童让他交出掌门指环 虚竹文言大喜 想也不想就把指环递了出去 女童又让虚竹拿出乌鸦子 给他的那幅画 展开以后图中画着一个美 女童看过画后满脸愤怒嫉妒 忍不住的口吐芬芳 骂完就将画卷甩在一旁 许久后虚竹已是有些饿了 女童决定叫他一门平地快跑的轻功 让他去捉些羚羊足迹回来 因为他每到日上干头之时虚饮鲜血 否则真气沸腾活活烧死 可虚竹不肯 他宁愿饿死也不沾昏心 两人争执间却听追兵靠近 虚竹慌张不知如何是好 女童笑他空有七十年的内力 尽这般感想 当场施展几招让虚竹跟着学习 虚竹刚照做两遍 姥姥却不住的摇头 他真想问问无牙子是怎么选的传人 竟然如此蠢笨 转眼却见一人追到此处 那人凌空飞跃一掌 虚竹情急之下随手一挥 竟把来人甩出树杖开外 虚竹见人来势凶猛 只能将刚刚所学招式打了一遍 最后点学的意志虽然命中 却点错了位置 好在功力强悍 那人即刻倒地 乌老大随之胆道 虚竹看他手上有刀不免有些惧怕 女童让虚竹从地上捡起一把松球 咋的干嘛不用石头 你不是不杀生吗 快 用我刚才教你的那招 乌老大持刀冲来 虚竹运进弹出松球 只听呼的一声松球击射 力道虽强却准度不够 乌老大不禁吓了一跳 小客战 耍大爷我呢 笨蛋 你没有两手指头啊 这是虚竹第一次杀生 他没想到自己之初的几枚松果 竟有如此威灵 一旁的女娃娃雀跃地 扑向地上的尸体 你 你那是干什么 抬头却见女童嘴旁沾满鲜血 甚是争议 她每日要饮血疗伤 这现成的材料怎能不用 虚竹犯了杀戒又将人打伤 去到乌老大身前不住的道歉 女童拿出两粒药丸 让乌老大扶下 她看出其中一粒 试制伤灵药九转凶舌丸 等她全部吃下才知上当 另一粒药丸乃是断金服补丸 乌老大中毒只能听从吊钱 第二日晨午前 便抓回了一只小鹿 女童抱住小鹿脖子 一张口便咬在咽喉上 虚竹看到如此残忍的场面 连声说着醉了 不久女童喝饱了露血 甚是享受的舔了舔嘴唇 乌老大突然察觉 女童好像长大了些 但身体却没什么变化 天山同老身材永如女童 自然是长不大的 乌老大一听这话 吓得魂不覆体 双膝跪倒在地不停地求饶 同老却说多亏 他将自己携出漂泉风 那天正有仇家上门杀他 若非这样也不能逃过此劫 可恶老大聚众反叛灵鹫功 就应该想到自己的下场 虚竹没有想到 自己救下的无辜女童 竟是个人人为之如虎的魔头 当即就要转身离去 同老却是不让 虚竹不懂他武功那么高强 哪里用得上自己这样一个小和尚 这门神功威力极强却有个弱点 每隔三十年就要反老还童一次 期间功力尽失 天山同老高龄九十六 这是他第三次反老还童 每日饮血疗伤 一天恢复一年的功力 要想恢复全部功力 还需八十五天 天山同老已满山的生灵 性命威胁虚竹 要他跟自己学武 好对付来寻仇的死对头 虚竹慈悲心肠只得同意 便跟着同老学习北冥神功 无牙子与他师出同门一脉相传 虚竹依法修习进展神速 而同老的容貌每天都有变化 五六日间 便从一个十二岁的女童 长成了亭亭玉丽的少女 嬉戏一笑预言 生春不盼艳染 又过了大半月 同老功力恢复至三十六岁 而虚竹被冥真气 已练到三四成火候 又学习了逍遥派天山折眉手 加之身怀无牙子七十年内力 也算小有所成 这天一白印女子突然出现 虚竹本以为他们是一家人 不想同老让他赶快带自己逃命 因为这女子便是要杀他的死对头 虚竹文言立刻被其姥姥飞奔出去 那女子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不久后虚竹便被赶到一出断崖 眼见没了去路 只得折返回去 迎面撞上了追踪至此的李秋水 童老明白逃是逃不掉了 于是下来亲自与他周旋 他得意地竖起拇指 亮出逍遥派掌门七宝指环 想要以此号令李秋水 话音刚落却见白光一闪 草地里出现一条阴红的血线 李秋水削断他的拇指 还打伤他的膝盖 又飞身抢走了七宝指环 虚竹怒斥他如此对待童门师姐 禽兽不如 李秋水揭开一容 右脸有一处紧自刀伤 他称这都是童老所为 自己报仇有何过错 而童老却说自己26岁那年 被李秋水所害 走火入魔导致身体 不能恢复常人大小 虚竹听闻两人冤冤相报 如此多年 劝他们放下仇怨 李秋水要求童老服下断金服骨文 才能饶他性命 可童老宁愿自财也不肯受制于他 虚竹见此背上童老施展北冥神功 想要找机会逃离 可李秋水如影随形 屡屡看穿他的路径 逃果然还是逃不掉的 李秋水追杀天山童老 虚竹与他对了一掌被打落悬崖 好在有棵松树作为缓冲 二人并无大碍 童老知道李秋水不见到 他的尸体不会把休 一番深思熟虑决定 置之死地而后生 让虚竹背着他向西走 他们的目的地正是西夏皇宫 李秋水是西夏皇妃 却很难想到童老敢躲在他的地盘 二人趁着夜色 潜入了皇宫的冰窖当中 虚竹不愿杀生 童老指得自己去御花园 抓来仙鹤饮血疗伤 为了让虚竹放下佛门弟子的戒律 童老点了他的穴道后 给他强灌鲜血 虚竹眼中含泪 说自己是被迫不算破解 这话激起了童老的好胜心 他决心要虚竹自愿破解 一连过去了三日 虚竹不曾饮食恶的发黄 童老弄来了一桌宫廷御膳 全是山珍海味 可虚竹宁死不吃 就这样熬到了第九日 眼见虚竹将是要饿死 童老大怒 拽起虚竹将肉食不断塞进他的口中 虚竹却虚弱地说还是童老输了 又这样过了数日 虚竹在半梦半醒中摸到一副细腻温软的身体 凝里呼呼中坐起 竟有一少女赤身扑入怀中 虚竹想要避开却被少女紧紧抱住 他谨守戒律24年 可此刻一颗心却蓬蓬乱跳的不停 少女吹气如蓝全身发抖 虚竹难以自持将他拥入怀中 不知过了多久 他猛然惊醒身旁空无一人 童老却笑他不守迎戒 虚竹心下恍然才知刚刚并非是梦 万分悔恨羞愧难当 竟用脑袋向着身后的尖兵撞去 童老大惊不曾想到这小和尚如此刚烈 才从温柔香中醒来便要自尽 好在虚竹有北明真气铺体 不然已断送性命 他这样自怨自艺了几个时辰后 竟起了自暴自弃之心 想到自己已经败入别派门下 又接连犯了杀戒迎戒 童便又将那少女送来 两人缠绵之下产生了感情 少女想问虚竹姓名却又怕是长梦 于是两人以梦姑梦郎相称 接连几夜的恩爱 虚竹只觉这黑暗的冰窖有如极乐世界 这日虚竹左等右等 童老却没将梦姑送来 你想知道 夜夜跟你相会的梦中姑娘是谁吗 虚竹一听这话指得央求老王 更是激动得不知如何报答才好 童老要求他学习天山六阳掌 好跟自己联手对付李秋水 如若不然 他要是死在李秋水手上 那虚竹就永远别想知道梦姑是谁了 可虚竹哪怕已经做不成佛门弟子 却不肯为了自己的私欲协助童老杀人 童老谢愤般抽打虚竹 他仍是宁死不从 童老怒骂着让他赶紧滚 虚竹一抹血水转身便想要离开冰窖 可童老岂会这样放过他 趁其不备以生死符将他制准 我在你身上 一共种了九种生死符 生死符已发作了 全被一天厉害 齐同俱阳 虚竹此刻才知何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当童老给他扶下一颗药卵 片刻间痛痒感消失 童老问他可想学习解除之法 虚竹自是万分愿意 可他好奇刚刚被击中处静眉留下伤痕 后来才知生死符 竟是以内力凝水而成的一片薄冰 随后童老又将九种生死符的化解方式一一告知 让虚竹自行休息 就这样两个月的时间飞快流逝 童老也到了神功大成的紧摇关头 果然没有任何意外的即将发生意外 因为死对头李秋水终于想到 童老可能躲藏在西夏皇宫当中 什么叫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纵使天山童老与李秋水武功盖世 可对骂起来还是那么朴实无华 你这个矮子 你骗人 你不要脸 师兄怎么会爱着你 我到老了都是出领之身 可是你呢 天生就喜欢攻野英军下场的少年 你根本就是一个骚护 今夜是天山童老恢复功力的最后关头 不想仇家李秋水还是找到了他 两人刚一见面立刻投掷聚兵相攻 虚竹眼见童老还没完全恢复就冲出门群 生怕他遭了李秋水的毒手 刚走几步李秋水便察觉出有人 童老戏弄他说里面藏着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 李秋水自是不幸 当即猜到是背着童老到处跑的小和尚 梦郎 你是小和尚吗 这声梦郎可把虚竹修得无地自容 感情自己跟梦姑说的私密话 全让这老太婆听了曲 你是小和尚吗 啊 梦郎 不是 李秋水一听这话来的兴趣 毕竟整个逍遥派都是严狗 虚竹正不知该怎么办 却见第一层兵窖中巨响不断 那两个老太婆又在掐家 而且听动静是李秋水占了上风 虚竹急奔出去 童老去在他耳旁低语 要他以生死服第二种法门处长 煞时间背后寒风扑面 一股极强的掌力击来 虚竹无暇思索立刻回击 你是谁 怎么会用天山六阳长 谁教你的 兵窖一片黑暗 李秋水没有看清来人面貌 虚竹还不知道 童老教他解除生死服的法门 正是逍遥派绝学天山六阳长 李秋水见他没有回话 再度出手试探 虚竹反手向他守备按去 而后一掌将人拍退 李秋水随即明白 这人得了师兄无涯子的全部真传 两人交谈之际不想童老突然出手偷袭 同老偷袭得手正欲乘胜追击 不想虚竹竹突然拦在中间 以童老所传的手法 挡住了他鸡向李秋水的三掌 童老本以为教会虚竹就多了个帮手 不想小子竟然反过来帮他的死对头 这是身后的李秋水以调云的内心 二人同时出手将虚竹掀开 随后队拼起来 童老不曾想到李秋水练成了白红掌痢 当场被打伤吐血 身子撞向尖兵人未停息 竟直直向后滑去 显然伤得不轻 滑至第三层兵叫时 虚竹听到一声闷响 等他将人扶起 却见童老面容苍老 一探鼻息已然气绝 李秋水不信他死得这么干脆 点燃竹台上前查探 又想再次出手艳明真假 虚竹大怒将竹台打飞 拖起童老尸身闪在一旁 李秋水仍不死心还想上前 眼见李秋水月起正掐向童老脖子 虚竹反手将人丢开 却被李秋水趁机点了穴道 而李秋水的疑心并非多余 童老真的没死 他直飞出去将李秋水中伤 就这样两个受伤之人继续扭打在一起 而刚刚被虚竹击飞的竹台 点燃了麻袋中隔热用的棉花 线下火势越来越旺 冰块也融化成了水流潺潺而下 两个老太婆啥也不管只不干假 任凭水流没过了半身仍不肯探索 而虚竹被点了穴道只能在一旁干着急 他们以虚竹为媒介比拼起内力 棉花终究没有冰块多 火势熄灭后冰窖中温度骤降 水流再次凝结成冰 三人就这样被冷冻了起来 他们十分之九的内力被封在虚竹体内 这使得虚竹浑身炙热不堪 不知过了多久 虚竹全身一阵将两股蒸汽合二为一 接着冲开穴道 带着两人破冰而出 虚竹将他们带到一处空旷地界泻起 不想这两个老太婆刚一醒来就要打架 哪怕基本内力全尸 也要以最原始的手法打倒对方 虚竹费劲将他们拉开后 两人暂时休战打坐调膝 虚竹无聊之际拿出了无涯子的那幅画卷 李秋水要求看看画中人 童老却是不让 师兄单亲妙笔 怎么可能画你这个 人不人鬼不鬼的侏儒呢 这话杀伤力直接拉满 气得童老当场吐血 童老冷静之后要虚竹帮他一个忙 等虚竹将小管发射出去才知 这是童老调派灵鹫宫的信号弹 虚竹明白李秋水恐怕将遭不测 刚准备将人背起逃走 却见李秋水静止向后倒去 虚竹一探鼻息才知不好 师伯 他死了 从今天起 你就是飘渺风灵鹫宫的公主 飘渺风九天九步的奴婢 生死都有你 姥姥 这万万不可 还不快向新主人扣头 扣见新主 虚竹一共在逍遥派三老身上 得到了两百多年的功力 现在又被童老强塞了个灵鹫宫 可虚竹敬不情不愿 根本不想当掌门人 童老已告诉他孟姑下落为条件 让他不要再做推辞 何况童老大献将至 他让虚竹去将无牙子贴身携带的画卷取来 势必要将情敌的画像撕个粉碎 才能安心的此事 童老对着画像凝视许久 突然面色一变 脸上出现又惊又喜的神情 在细细审视后竟大笑起来 童老不住的狂笑 两行眼泪从夹上滚滚落 直到笑声戛然而止 头颈一软脑袋垂下 童老猝然离世 灵鹫宫的逼你们哭成一团 虚竹正悲痛中 却听背后一个声音传来 虚竹大吃一惊 不想李秋水尽死而复生 原来他得知灵鹫宫原兵将之所以炸死 他现在对那幅画像无比好奇 想知道死对头怎么会又哭又笑的走了 待他展开画卷看了片刻 双手变不住的发抖 怎么会是他 李秋水看过画卷竟也苦笑起来 虚竹彻底糊涂了 忙问师叔到底怎么回事 他嘴角边有一个酒祸 前旁边有一颗黑质 是不是 哦是啊 这是我小妹 两个女人武功盖世 却为了无牙子争风吃醋近70年 临死前还在为师兄 到底喜欢谁而相互扯的头发 可笑的是无牙子谁也不爱 李秋水如何也想不到这个节目 毕竟他跟同老相争之时 小妹还只是个11岁的小女孩 李秋水爬到同老身旁 笑说自己跟他都是可怜虫 都让无牙子这个没良心的给骗了 李秋水本就游进灯窟 这一刻再也撑不下去了 虚竹想到他们斗了一辈子临死才知真相 虽将二人的手牵在一起 望他们能在路上握手言和 虚竹跟着众女 准备将二人失手运回灵鹫宫安葬 不想途中有人来报 36栋72岛的人反叛 已经攻下了灵鹫宫 一众栋主岛主听乌老大说 天山同老被李秋水所杀 担心身上生死浮发作痛不欲生 于是拷打灵鹫宫毙 想要逼问出破解之术 虚竹闯入灵鹫宫 以极快的速度解开众女穴道 而后帮一众栋主岛主化解了生死浮 自此36栋72岛真心归顺 本想跟着他们一同反叛 好收买人心的慕容妇计划落空 只能带着手下黯然离去 跟随王羽嫣道此的段宇 又看到女神跟着表哥走了 自己不好再纠缠下去 只得留在灵鹫宫中 他与虚竹皆因情所困借酒消愁 两人自宽自慰自伤自弹 起了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之情 段宇回想起在松鹤楼与乔峰饮酒的场面 探说若大哥在此三人结拜 共进一起之欢 那真算是平生快事 虚竹从不喝酒有些微醺 忽然豪气抖声提议不如他两先拜 等见到大哥三人再拜一次 段宇一问年岁得知虚竹长他三岁 于是磕头认了二哥 两人晃晃悠悠的相互叩头 欣喜之下抱在一起 不想北明神宫同时运转 两人见此同时松手 又足足喝了一夜醉的不省人事 第二日虚竹醒来 发现自己昨夜被人服侍洗了澡 清晨又有两个姐姐等着伺候他更衣 从没过过这种好日子的虚竹浑身不适 辞别灵鹫公众女后 毅然决然回到了少林寺 这也让他刚好赶上了九魔智来少林踢馆 九魔智踢馆 九魔智踢馆少林寺 九魔智踢馆少林寺 以小无相公模拟少林七十二绝技 先后施展大金刚拳 波蛾掌女魔何止 震慑住了少林各位高僧 这个XX显然是让九魔智装盗 他大言不惭说少林寺徒有虚名 不如就此解散 少林玄机大师擅长年花执法 这门功夫极难修成 一旦练会索取之物皆成利器 玄机大师正想用此绝技为少林找回场子 不想九魔智对此功法也是信守拈来 二人各自将锁石落叶击出 相对之下竟是九魔智更胜一筹 虚竹跃出人群将玄机扶起 他早看出九魔智所用功法 乃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公 这门功法逍遥子只传给了李秋水 尚不知九魔智如何练成 他使的不是念花指 也不是佛门武 你说念花指不是佛门武学 你使的那个不是 说完虚竹便转动手指推动小无相公 学着刚刚玄机的手法拈来两天落叶 只听叶子嗖的一声飞射出去打断树枝 更将寺内鼓中撞出巨像 虚竹这首年花指威力之大震惊重人 九魔智当下便有了试探之意 随即施展般若掌 虚竹笑而不语 照葫芦画嫖也将掌法模拟出来 两人互对一掌 红顶不住地转动 他们招式如出一辙 而后客退一步 九魔智确定小和尚用的也是小无相公 且对方内力绝对在他之上 碍于面子他说自己是来领教少林武功的 想要借此让虚竹退下 可少林方丈老模深算 他叫虚竹以所学的少林入门功法领教博士几招 虚竹领命运起为驼长 这少林僧众人人都会的基本功 竟在他两百多年的内力加持下划出道道残影 大战一触即发 九魔智双腿连灯即飞出去 两人贴身一瞬斗在一起 九魔智有心炫耀 掌法过后立即变招 双腿连环直攻虚竹心口 这招正是少林又一绝技连环腿 虚竹凭借北冥真气并未受伤 九魔智见他形若无视惊叹内功非凡 虚竹所会少林武功 只有入门的罗汉拳以为拖掌 招式不足只得反复实 却又出奇的好用 什么老用黑虎偷心这一招啊 虚竹不理会他继续进攻 九魔智无奈再次变换招式 只见他左手接下一拳 右手于身后运起真气 煞时间火焰生腾 这一招正是七十二绝技之一的燃木刀 掌刀挥出巨石碎裂 虚竹飞身闪避 九魔智成圣追击 二人飞至十臂之上 与半空中再次缠斗在一起 九魔智一连用出十六门少林绝技 少林僧众看得目眩神痴 更加不解的是虚竹这三代地府 又从何处学来如此本领 仅用两套基本功 就能接下土方国师的各类上成功法 九魔智知道虚竹内功远在自己之上 但小无相公并不熟练 又限制于锦用黑虎掏心 于是以少林绝技龙爪宫中的一招 反手擒住虚竹右手 方丈恐虚竹遭遇不测恳求佛师留情 不想虚竹突然变化招式挣脱束缚 这招正是同老所传的天山折眉手 哪怕九魔智武学援国 却也未曾见过此等诡异功法 虚竹上前相对 九魔智狼狈被招架 不下几招便被扣住了麦能 眼见正脱不开 九魔智反手用佛珠缠住虚竹手腕 以内力击射佛珠偷袭对手 却也没能从虚竹手下溜走 若是如此兴奋 还都不过少林寺一个小费 竟晚起偷袭 实在就极童 人群中两人持剑杀来 九魔智被之无法躲闪 幸得虚竹让人停手 两人得令停下动作 九魔智却大笑道 少林寺一多大小也就算了 怎么还参加女色 九魔智挥袖间 灵鹫宫两女原型毕露 方丈遣散众人 九魔智踢管一事就此叫停 虚竹败入别派被逐出世门 仗则一百三十棍 这时有弟子来报 江湖几大帮派前来拜山 原来丐帮新任掌门人庄巨贤 想要一同武林成为盟主 邵氏山大战即将打响 丐帮新任帮主庄巨贤挑战少林寺 欲要争夺中原武林盟主之位 庄巨贤本是巨贤庄少庄主尤坦志 肖峰巨贤庄一战使得他家破人亡 可这样的悲情人物却很少有人同情他 因为尤坦志是个彻头彻尾且没有底线的田狗 在这样一个中原武林豪杰相聚的重要场合 尤坦志竟因为女神阿子被丁春秋擒住 当场跪下臣服新秀派 丁春秋人质在手 要尤坦志重新败入新秀派 而后再杀了少林方丈玄辞大师 刘坦志统统答应直接出手 可他所用功法是新秀派的武功 并非是丐帮的降龙十八掌 丐帮此战于江湖中在无颜面 但听得提声如雷 十几匹快马及时而来 那领头之人正是昔日的丐帮帮子 如今的南院大王萧峰 他自聚贤装一战树敌无数 江湖中人想要报仇的比比皆是 纵使这群人将他围在中间 却又没谁敢真的动手 永夫还是有的 但非萧峰一招之敌 萧峰此行南下只为寻找阿子 见他被丁春秋所情且双眼已盲 大步上前施展一掌 烟臣漫卷化作土 这招正是降龙十八掌中的抗龙幽 丁春秋看情况不妙将阿子挡在身前 萧峰即身上钱将阿子救下 其速度已然快过招式 丁春秋毕得及时 可身后弟子死伤一片 萧峰将阿子交还给他父母看护 围观的段玉甚是无语 自己又多了一个妹妹 随后快步向前与大哥相认 此时场下无数人叫喊着 要与萧峰拼命 为的都是巨贤中的血仇 当日在信子林 风波恶与包不同都受过萧峰的恩情 两人见此都想上前相助 可慕容父一心只想复国 他欲借此收懒人心为己所用 断玉为他不止 昔日丐帮众人接收慕容父杀了马大元 只有萧峰秉公执法为其开拓 可他今日尽落井下石 丁春秋刚刚试了面子 现在趁着人多准备找回场子 有坦汁谢过他救了阿子 此刻却要暴杀父之仇 萧峰见三大高手围攻而来 却是放声大笑 三人同时出手 萧峰从容应对逐个击破 闪避过丁老怪的招式后 起身以排云掌击退尤坦汁 又见丁春秋与慕容父同事攻来 萧峰凌空跃起一掌向下 正寄在尤坦汁面里 煞时间面具碎裂 露出的是一张丑陋可怖的脸 武林中人的指指点点 让尤坦汁慌乱不已 萧峰却是大笑的引起酒来 而后招呼一同来此的 燕云十八起一同唱 又将其中一支酒袋丢给段宇 萧峰决定今天不论生死 先痛痛快快喝他一场 虚竹跪下拜了大哥 萧峰见他只是一名少林低贝僧人 想他武功有限 却在危难时刻慷慨赴义 卒见是个众义轻生的大丈夫 不由钦佩也跟着一同跪下 三人就这样在天下豪杰面前一劫金来 丐帮新任帮主庄巨贤挑战少林寺 欲要争夺中原武林盟主之位 庄巨贤本是巨贤庄少庄主尤坦汁 萧峰巨贤庄一战使得他家破人亡 可这样的悲情人物却很少有人同情他 因为尤坦之是个彻头彻尾且没有底线的舔狗 在这样一个中原武林豪杰相聚的重要场合 尤坦之竟因为女神阿子被丁春秋请主 当场跪下臣服新秀派 丁春秋仁志在手 要尤坦之重新败入新秀派 而后再杀了少林方丈玄辞大师 尤坦之统统答应直接出手 可他所用功法是新秀派的武功 并非是丐帮的降龙士巴掌 丐帮此战于江湖中在无颜面 但听得提声如雷 十几匹快马急驰而来 那领头之人正是昔日的丐帮帮主 如今的南院大王萧锋 他自聚贤装一战树敌无数 江湖中人想要报仇的比比皆是 纵使这群人将他围在中间 却又没谁敢真的动手 永夫还是有的 但非萧锋一招之敌 萧锋此行南下只为寻找阿子 见他被丁春秋所请且双眼一毛 大步上前施展一掌 烟尘慢卷化作土 这招正是降龙十八掌中的抗龙幽 丁春秋看情况不妙将阿子挡在身前 萧锋即身上前将阿子救下 其速度已然快过招式 丁春秋毕得及时 可身后弟子死伤一片 萧锋将阿子交还给他父母看护 围观的段玉甚是无语 自己又多了一个妹妹 随后快步向前与大哥相认 此时场下无数人叫喊着要与萧锋听命 为的都是巨贤中的血仇 当日在性子里 风波恶与包不同都受过萧锋的恩情 两人见此都想上前相助 可慕容复一心只想复活 他欲借此收懒人心为己所 萧锋 故思慕容复今日想领教格上高招 就算死在萧锋掌下 也算是为中原重条街祭建一份没国之力 死一死犹荣 段玉为他不耻 昔日丐帮众人接收慕容复杀了马大元 只有萧锋秉公执法为其开拓 可他今日尽落井下石 丁春秋刚刚试了面子 现在趁着人多准备找回场子 有坦致谢过他救了阿子 此刻却要报杀父之仇 萧锋见三大高手围攻而来 却是放声大笑 三人同时出手 萧锋从容应对竹子击破 闪避过丁老怪的招式后 起身以排云掌击退游坦致 又见丁春秋与慕容复同事攻来 萧锋凌空跃起一掌向下 正击在游坦致面上 煞时间面具碎裂 露出的是一张丑陋可怖的脸 武林中人的指指点点 让游坦致慌乱不已 萧锋却是大笑地引起酒 而后招呼一同来此的 燕云十八七一同唱语 又将其中一只酒袋丢给段宇 萧锋决定今天不论生死 先痛痛快快喝他一场 虚竹跪下拜了大哥 萧锋见他只是一名少林低贝僧人 想他武功有限 却在危难时刻慷慨赴音 足见是个众义轻生的大丈夫 不由钦佩也跟着一同跪下 三人就这样在天下豪杰面前一劫惊来 虚竹的父亲是谁 带头大哥又是谁 杀害萧锋养父母 与授业恩师的凶手是谁 这一集全部真相都将浮出水面 上集说到叶二娘认出虚竹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 可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交代虚竹父亲的身份 叶二娘听了这话险些晕过去 拉着虚竹就想逃离此处 黑衣蒙面人当年抢走虚竹将他放在少林寺 让少林僧人养他长大再传他武艺 因为这些都是他自己孩子的经历 他要虚竹也经受一遍 就是为了报复虚竹的父亲 黑衣人不等别人问话就自爆身份 他正是肖丰的亲生父亲肖远山 二十年前他于燕门关外跳崖自尽 不想追于树上大难不死 从此他的心里只剩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传 杀害乔三怀夫妇的人是他 拍了玄苦大师一掌的人也是他 这么说 说沈家庄杀死谈功谈薄赵千孙 都是你干的 不错 都是我干的 肖丰一听这话才知道自己不算冤枉 人是他爹杀的 那跟他杀的也没什么分别 萧远山告诉儿子 带头大哥至今活着 而且就在现场 叶二娘磕头求饶 请求萧远山放过虚竹父亲 不想少林方丈玄辞大师将虚竹叫到身旁 原来玄辞方丈便是带头大哥 他既已承认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可是还有一人绝不能逍遥法外 玄辞当年听信了慕容伯的假消息 说契丹高人肖远山要来少林寺 夺取武学典籍 这个慕容伯就是燕门关血案的罪魁祸首 居然把我认出来了 父亲 你还活着 慕容伯利用玄辞的信任截杀肖远山 想要借此挑起大宋与辽国的战争 只要世道一乱 他大燕国才能光复有望 可他的计划并未让两国开战 反倒搅得江湖血雨腥风 慕容伯纵身而起离开此地 慕容伯紧跟其后 接着肖峰肖远山相继追去 玄辞方仗犯了佛门大界 跟虚竹一同受仗 叶二娘心疼也俩不停地求情 玄辞叫他一声二娘 趁他回头一指点钟学到 就这样虚竹承受了130棍还能动弹 可玄辞的二百战过后气若犹斯 他又自觉经脉不给自己活路 想以此保住少林寺的百年轻月 叶二娘见深爱之人一去 静也抽出匕首跟着殉情 虚竹不断地将真气传给父母 他两头奔走手忙脚乱 期待能有奇迹发生救活他们 可任凭他怎么努力 也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虚竹背从心来 自己刚刚找到亲生父母 才不过一个小时 二人就这样死在自己面前 另一边肖远山与肖峰施展一掌 掌风裹挟着落叶攻向慕容伯 一条土龙抱开落叶 将慕容伯逼至少林藏金阁中 肖远山父子紧跟其后 一场实力相当的大战即将打响 却不想揪魔智也藏身于此 当年揪魔智受了慕容伯不少恩惠 现在自然是要出手帮忙 揪魔智的加入打破了平衡 肖峰却无所畏惧 慕容伯站着大好的优势 却说甘心让他们父子报仇 自己绝不还手也不叫人帮忙 但要他们同意一桩买卖 慕容伯想要辽国对大宋发起战争 在煽动吐蕃西夏大理一举来犯 到时候五国瓜分大缝 他大烟在趁乱世重建尾业 藏金阁中五人一听此声 才发觉此地竟还有第六人在场 向着窗外望去 只看到一老僧正在悠闲扫地 扫地僧这一掌相隔甚远 其威力却不容小觑 揪魔智固不得身上的伤痛 立刻飞身离开了这里 经过扫地僧的查看 段玉被揪魔之偷袭的那击火焰刀 并无大碍 这全都要归功于他 被冥神宫所吸取的身后内容 段玉现在急需调养 肖峰想起他在邵氏山脚下的家 带着三弟飞奔过去 而慕容伯与肖远山 历经生死大车大悟 二人剃度出家 败在了扫地僧门下 等肖峰安置好段玉再回来 肖远山却在少林寺避而不见 刚好遇到了被逐出世门的虚竹 两人结巴而行去探望三弟 虚竹却跟大哥抱怨道 凌鱼宫全都是女人 我一个小和尚 处身期间实在是大大的不便 几天过后 段玉调养得不错 三兄弟本想一同回凌鱼宫 却尝尝同老的百年佳酿 可肖峰挂念父亲 决定在少林寺外常跪七日 若肖远山仍是不见 那他们的父子情分就此斩断 段玉在赶往灵鹫宫的路上 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要求他前往西夏征选驸马 还派了两个人监督他 可进入西夏的要道 却被吐蕃国的王子派人把守住 正在此时有人闯关而来 正是那男扮女装的穆婉青 穆婉青两季暗器射出 却不曾在壮汉身上留下一点痕迹 两人发怒攻向穆婉青 小姑娘身法清零接连闪壁 可壮汉力大无穷 慕婉青隔党一招被震退束骨 眼见巨斧披来 情急之下段玉飞身下马 一脚踢开壮汉 又一掌拍落了另一人的兵器 这两大力士却趁机扯住段玉的胳膊 想要将人撕成两半 不想段玉北明神功运转 两壮汉腾空而起 全身的内力基本都被段玉吸了去 两人瞬间微米不震倒在地上 众人过了此关又行了术礼 忽然听到有人求救 原来悬崖上的一棵枯树上 竟然挂了四个人 在树断裂之前 虚竹飞身将所有人一起救下 不想所挂的是三大恶人与王雨燕 原来王雨燕因为表哥要去选驸马 所以寻死 而云中鹤剑色起义就去拉人 三大恶人就这样挂了一串 一群人继续赶路 途中在无谓四斜脚过夜 半夜段玉发觉王雨燕独自流泪 以为是他在邵氏山让慕容复出仇 所以王姑娘还在生气 舔狗段玉上前直接下跪道歉 直到王雨燕说并非他的原因猜起来 后面得知慕容复为了复活 放着表妹不要 一心要当西夏驸马 为了让神仙姐姐不再伤心 段玉决心结胡驸马之位 我去做西夏驸马 他做不成西夏驸马 就非得和你承认 真的 王雨燕心里高兴不知如何报答 只跟段玉说但愿若有来生 段玉这小子一碰上女神的手 一颗心乱跳个不停 心里美得天旋地转 结果高兴过头不慎摔入了碧波池中 两人动静太大把大家都吵醒了 段玉只搪塞说帮王雨燕打唠了 第二天慕容复找上门 问段玉昨夜跟表妹说了什么 段玉劝他珍惜眼前人 早些跟表妹白头偕老 段玉如何解释 慕容复都不相信 还用奸计将段玉制住 随后将人投入了一口哭警钟 慕容复没有想到 这一切都让表妹看到了 扫地僧这一掌相隔甚远 其威力却不容小觑 揪摩只顾不得身上的伤痛 立刻飞身离开了这里 经过扫地僧的查看 段玉被揪摩只偷袭的那几火焰刀并无大碍 这全都要归功于他被名神宫所吸取的身后内容 段玉现在急需调养 肖峰想起他在邵氏山脚下的家 带着三弟飞奔过去 而慕容博与肖远山历经生死大车大悟 二人剃度出家 败在了扫地僧门下 等肖峰安置好段玉再回来 肖远山却在少林寺避而不见 刚好遇到了被逐出世门的虚竹 两人结巴而行去探望三弟 虚竹却跟大哥抱怨道 凌鱼宫全都是女人 我一个小和尚 处生期间实在是大大的不便 几天过后 段玉调养得不错 三兄弟本想一同回凌鱼宫 却尝尝同老的百年佳酿 可肖峰挂念父亲 决定在少林寺外常跪七日 若肖远山仍是不见 那他们的父子情分就此斩断 段玉在赶往灵鹫宫的路上 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要求他前往西夏征选驸马 还派了两个人监督他 可进入西夏的要导 却被吐蕃国的王子派人把守住 正在此时有人闯关而来 正是那男扮女装的穆婉青 穆婉青两季暗器射出 却不曾在壮汉身上留下一点痕迹 两人发怒攻向穆婉青 小姑娘身法清零接连闪壁 可壮汉力大无穷 慕婉青隔党一招被震退束 眼见巨斧披来 情急之下段玉飞身下马 一脚踢开壮汉 又一掌拍落了另一人的兵器 这两大力士却趁机扯住段玉的胳膊 想要将人撕成两半 不想段玉北明神功运转 两壮汉腾空而起 全身的内力基本都被段玉吸了去 两人瞬间微米不震倒在地上 众人过了此关又行了术礼 忽然听到有人求救 原来悬崖上的一棵枯树上 竟然挂了四个人 在树断裂之前 虚竹飞身将所有人一起救下 不想所挂的是三大恶人与王雨嫣 原来王雨嫣因为表哥要去选驸马 所以寻死 而云中鹤剑色起义就去拉人 三大恶人就这样挂了一串 一群人继续赶路 途中在无谓四斜脚过夜 半夜段玉发觉王雨嫣独自流泪 以为是他在邵氏山让慕容复出仇 所以王姑娘还在生气 舔狗段玉上前直接下跪道歉 直到王雨嫣说并非她的原因猜起来 后面得知慕容复为了复活 放着表妹不要 一心要当西夏驸马 为了让神仙姐姐不再伤心 段玉决心结胡驸马之位 我去做西夏驸马 他做不成西夏驸马 就非得和你成熟 真的 王雨嫣心里高兴不知如何报答 只跟段玉说但愿若有来生 段玉这小子一碰上女神的手 一颗心乱跳个不停 心里美得天旋地转 结果高兴过头不慎摔入了碧波池中 两人动静太大把大家都吵醒了 段玉指唐色说帮王雨嫣打唠了 第二天慕容复找上门 问段玉昨夜跟表妹说了什么 段玉劝她珍惜眼前人 早些跟表妹白头偕老 段玉如何解释 慕容复都不相信 还用奸计将段玉制住 随后将人投入了一口哭警钟 慕容复没有想到 这一切都让表妹看到了 虚竹的回答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想她定是个傻瓜 才会不知名字就爱上了别人 侍女却说不知姓名也非其事 当年董勇爱上七仙女 也不知道人家的姓名底细 又想定是那姑娘美若天仙 才让虚竹一见钟情 可侍女问她爱人相貌 虚竹又犯了难 我当时确实没有看清楚 孟郎是你吗 虚竹怎么也不会想到 她魂牵梦银的姑娘 会是西夏国的公主 童老对虚竹当真不保 说是亲姥姥都不为国 公主与她两情相悦 却不知孟郎是谁 无奈之下才张贴榜文海选驸马 公主请她仗内相聚 侍女懂事地将其余人遣回大殿 一时间抱怨生四起 可他们不知内情 以为还有机会 只能先回去再等消息 却不知虚竹与孟姑早已认定对方 两人互诉忠常 苍天开恩 终于让我又见到你了 孟姑 我也是一样的 两个友情人紧紧相拥 弥补数月未见的想念 段玉在外面等了很久不见虚竹 却收到侍女送来的一张信件 段玉才刚打开 吐蕃的宗赞王子远远看到 误以为是公主叫段玉去私会 忙去抢了信件又给了段玉一拳 不料段玉体内真气过于聪明 将人直接弹飞出去 宗赞王子顾不得伤痛 赶忙读起信的内容 原来是虚竹抢了驸马之位的道歉信 只不过他写的云里物里谁也没懂 宗赞王子刚放下心来 又见木婉亲手上拿着一封信 段玉拆信中 宗赞王子又觉得是公主的信件 飞身去抢还给了段玉一脚 结果没有任何意外地再次被弹飞 王子身体好 爬起来又开始读信 有厉害人物要杀你爹爹 也就是要杀我爹爹 快快去救 这是谁爹爹 段玉决定即刻启程去追父亲 途中灵鹫宇婆传来消息 段正纯已改到东西 准备绕路返回大陵 至于那个厉害的角色 段玉猜到定然是段延情 此时虚竹已折返回灵鹫宫 之前他答应阿子帮他治疗眼睛 如今也找到了换眼的法门 可虚竹不肯挖别人的眼睛 也不许阿子残害他人 只同意有人自愿奉献才行 尤坦之知道此事后 亲自找到虚竹 我要把我的眼睛献给阿子姑娘 虚竹震惊地说不出话 却见尤坦之拿出匕首 就往自己身上戳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用不说 这是我心甘情愿的 你如果不答应 我立刻自尽在这里 尤坦之深爱阿子 别说是他的眼睛 要命都给他 虚竹再没办法答应下来 尤坦之只提了一个请求 他希望阿子复明后 不要看到他丑陋的样子 段玉一行赶路 准备在一幕屋借宿些脚 守屋的婆婆又聋又哑 好在认识影子 一群人就这样住了进来 夜半大伙都在休息 朱丹臣却总听到动静 去了大堂看到婆婆在不停地打火 朱丹臣便拿出火刀火石给了他 可不久后又听到打火声 这雅婆弄坏了火刀火石 于是慕婉青把身上的火石给了出去 许久过后 打火声再次传来 两人出去查看竟是慕婉青 他觉得此处古怪想要生火查看 可火刀火石已被雅婆调换成坏的了 三人房前屋后找不到雅婆人影 一问才知 所有人的火刀火石都被婆婆借走了 朱丹臣想搞清楚到底有何阴谋 于是决定先把火点起来再说 他摩擦两柄匕首生着探火 几人拿着烛火查看木屋情况 发觉几根柱子都被稻草包裹 劈开以后竟是四具对联 每具中间都空缺一字 段宇决定先做填空游戏再说 段宇以六脉神剑填写完两幅对联后 木材上透出一股浓郁的香气 这香气引得无数罪人风袭来 一阵风来门被打开 无数罪人风一拥而上 纵使他们武艺高强 在这等数量的围攻下却无处躲藏 四五日后段宇采写 此时他身在姑苏曼陀山庄 原来那座木屋是王夫人设计 想要用罪人风抓住情郎 不想段正纯赶到 却抓来了段宇一行人 那雅婆是他的手下 收走众人火刀火石 又用稻草包裹柱子 就是不想罪人封进屋 谁知道这群人非要自己跳进埋伏 一旁的慕容妇却说段宇抓得好 刚好可以用他去调段正纯这条大野 只是慕容妇在图中不巧看到 段正纯一行人落在了段延庆的手上 现在想抓人就要先抓段延庆 话音刚落 却听段延庆的声音从屋顶传来 包不同与风波恶剑此上前迎敌 段延庆稳立元帝轻松招架 慕容妇知道他们两个并非对手 亲自动手过上几招后 明白和三人之力也不好取胜 他立刻叫两人助手 掺和段家的事情 慕容妇就是想从中得利 与段延庆听命实在没有必要 他对着段延庆好一顿马屁 慕容妇明白 宝丁帝在大理深受爱戴 段延庆想要拿回皇位 先除掉皇太帝段正纯 再除掉世子段宇 段正明没了继承人 大理段氏只剩下他段延庆 此时段宇刚好就在王夫人手上 王夫人只想跟段正纯永远在一起 慕容妇提出条件 等段延庆登上皇位后 将段正纯交给王夫人处置 再借给他大燕国五万兵马 做复国之用 就这样他们一拍即合 准备现在就先处置了段宇 李清罗闻言大惊失色 不断地责怪段正纯 李清罗舍不地打断正纯 不断狠踢着段宇 嘴里还骂他是秦少 要将他千刀万管 岳老三尊师重道 可忍不了师父被这样欺负 段延庆叫老三助手 等杀了段宇 他就不用顾忌这些乱七八糟的 他是我师父 那是货人价实的水 又不是骗 我怎么能伤害我师父 岳老三不听老大的话 执意要给段宇松茫 段延庆见他蠢奔至此无药可救 直接一仗结果了南海恶神性命 鲜血沾染在段宇脸上 段宇想到自己做了人家这么久师父 从来没给他什么好处 如今他又因自己丧命 心中悲痛不已 段延庆叫云中鹤去葬了老三 他要赶快将段宇斩草出根 段延庆听了这话 似是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月圆之夜 他被人打成残废面目全毁 本想到天龙四爪枯荣大势求救 可知客僧却将他当成了一个臭叫花子 只给了他一张面柄就关上了四门 段延庆爬到四旁的一棵菩提树下 恍惚间看到一个女子长发披肩 容貌轻丽秀美 如同菩萨一般端正美丽 那女子不管他浑身恶臭肮脏不堪 一言不发地解去了身上的罗珊 将他冰清玉洁的身子给了他 当时段延庆坚信 自己大难不死 又有长发白衣的观音舍身相救 日后定能重登大保 就是这个信念 让他坚持度过了那段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 也才有了如今的天下第一大恶人 段延庆现在才知 那长发观音是大理王妃刀白凤 你想让我饶了你儿子的性命吗 不仅是我的儿子 刀白凤的话 让段玉的身世呼之欲出 段正纯风流了一辈子 却没想过自己能被虑了 天龙三兄弟的身世 一个比一个离奇 乔峰是气单人 虚竹是少林方丈 与四大恶人叶二娘的儿子 段玉竟是刀白凤 与四大恶人之首段延庆的儿子 段正纯一辈子年花惹草彩气飘飘 刀白凤为了报复丈夫复兴国心 他在天龙寺外 与一个丑陋无惠的叫花子相好 这叫花子便是当年身受重伤的段延庆 四年段玉出生 刀白凤一直隐瞒此事 如今段延庆为了皇位要杀段玉 只能丑事重提 将真相揭开 可慕容复不答应 段玉必须死 他趁乱散步了西下一品堂的悲苏清风 慕容复眼间断延庆还有余力 而且他复国必要依靠此人 于是直接磕头下跪任爹 要断延庆收他为义子 不惜从此感性为断 包不童文言赶来阻止 你若是拜这个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家伙做义父 就算是将来当得成皇帝 也不光彩呀 包不童怒斥慕容复 为了皇位不顾忠孝人 慕容复恼羞成怒 一掌将包不童打死 效忠慕容复十几年的忠臣 就这样潦草丧命 风波恶实在心寒 握紧了手中的宝剑 不想慕容复已经封魔 又将风波恶击毙 随后立刻来跟段颜庆表忠心 段颜庆表是要亲自解鬼的段女 让他先拿解药出来 慕容复忽然谨慎 问段正纯什么时候 将皇位传给段颜庆 段正纯死也不肯传位 这时就玛丽青罗请求解读 这个女人眼里只有争风吃醋的事 叫慕容复将段正纯的四个女人全部杀 这给了慕容复灵感 他以这几个女人的性命要挟 段正纯瞬间被拿捏 在他心里皇位不及每人万分之一重要 可慕容复终究是要杀段预的 他万万不能让儿子送命 见他犹豫 慕容复一见杀了阮星主 李青罗吓得不轻 他并不是真的想杀人 秦红免宁死也不要段正纯受人威胁 甘宝宝更是体贴 拿着慕容复的剑字吻当场 段正纯失去了三个女人 却说他最爱的事李青罗 只要他没事 别人又有什么要紧的 王夫人明淡 段正纯如此说 就是想要慕容复也杀了他 难道你真的恨我入骨 想害死我吗 段正纯一听这话不由的心愿 立刻改口骂他 你害死我三个心爱的女人 我恨你入骨 十几年前 我们早就一刀两断 轻断一决 慕容复不管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一刀结果了舅妈性命 李青罗临死前知道 段正纯还对他有情 心满意足地走了 慕容复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段正纯还不答应 那他立刻对正宫刀白风下手 段言庆文言叫停 让慕容复从长记忆 慕容复都杀了那么多人 自然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段玉文言心中大忌 段不能让母亲遭此毒手 他双手称帝 一跃而起撞开慕容复 随即施展林波威 不在大堂中乱窜 无论慕容复如何出剑 却碰不到段玉丝毫 段言庆在一旁出言提醒 一语惊醒梦中人 段玉以内力挣脱身上束缚 一脚踢倒慕容复的瞬间 斩断了手上的绳子 段玉施展六脉神剑 这武功偶尔不灵 危难时刻却没掉过链子 不下几招慕容复就被打飞出去 段玉从王夫人手上 拿到解药去救爹娘 不想段正纯恢复以后 竟在不想活 地上四个死去的女人 都曾跟他有过白头之约 段正纯一生风流 却也一片之城 深爱的女人们被杀死 他就已经决心殉情 在我心里 他们和你一样 都是我的心甘无悔 我爱他们是真 爱你也是真 说完段正纯一剑插入自己胸膛 刀白凤伤心欲绝 就算曾经生气 可他到底也是爱段正纯的 段正纯死了 他便也万念俱灰 慕容复是个可怜人 心腹大烟的执念 让他变得丧心病狂 他注定悲剧 因为他的一生 都背负着一个虚妄的梦 他最终也沉浸在这梦中 只有侍女阿毕不离不弃 慕容复始的段玉父母 双双自尽 段正纯这人到死 也是叫人羡慕的 五个女人全都爱他 至死无悔 刀白凤性情前告诉段玉 段延庆才是他的生父 段正纯的那些女儿们 他喜欢谁都可以娶回家 而段延庆发觉自己有了后代 大喜之下放下了一切仇怨 毕竟大理的皇帝之位 最终还是落在了他儿子的身上 阿子是全剧中最坏的人 他的恶极为纯粹 尤坦之被他毁容对他虐待 却甘愿为他奉献双眼 只是阿子并不感激他 他的眼里心里只有姐夫萧峰 重见光明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姐夫 萧峰怒斥他无情 竟然可以对尤坦之丝毫无愧 可阿子再不好 萧峰也会保护他 他把对阿猪所有的亏欠内疚 全都不给了阿子 唯独给不了阿子想要的爱情 辽地叶绿宏姬想要恭送 他让萧峰担任平南大元帅统领三军 萧峰不肯只求辞官归影山林 叶绿宏姬知道拦不住萧峰 更猜到他可能不告而别 于是骗阿子说 他有一种圣水 可以得到心爱之人的喜爱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阿子 信了他的鬼话 萧峰就这样不知不觉服了毒 他本想带着阿子远走高飞 两人一路将是要冲出城门 不料毒性发作无法运功 萧峰知道耶律宏姬不会杀他 为的只是将他带回去 走 带我去见皇上 就这样萧峰又被辽军请了回去 阿子担心姐夫受难 于是途中跳水而逃 他一路快马加鞭 赶往大理乡断育求救 你怎么来了 哥 你快去求我姐夫吧 他快要死了 随后又将消息传给灵鹫公 虚竹立刻派遣灵鹫八部 与三十六栋七十二岛的人赶去支援 萧峰劝阻伐宋被辽地所求之事 不久传遍了中原武林 丐帮吴长风带领兄弟们前去营救 更想趁此将萧峰请回 重新统领丐帮 少林作为武林领袖 派遣众多僧人相助 萧峰被囚于地牢之中 耶律宏姬每日派人来劝 希望他能助辽伐宋 可萧峰只是喝酒并不理会他们 耶律宏姬叫人看好萧峰不许他自杀 他决定亲自调兵大举难争 这日又有几个大臣来劝萧峰 并经一看正是阿子等人假扮的 萧峰知道地牢士兵众多 不愿阿子他们应就他身陷险境 这时地牢窗口突然投进无数毒舍 这正是万劫古钟灵的杰作 几人趁乱将萧峰从地盗救了出去 段宇一行人早已等候在此 他们提前让大理国的人在东门动手 萧峰刚好可以趁机从西门逃出 此时辽国上京城中一片混乱 百姓们听说敌军攻破北门 皇上已经被擒 萧峰闻言要去搭救耶律宏姬 阿子告诉他不必担心 这是灵鹫宫放出去的假消息 为的就是扰乱人心 虚竹不仅自己来了 还带了西夏公主派来的援军 萧峰也才知段宇贵为皇帝 却为自己以身犯险 段宇却说皇帝只是虚名 不及他们兄弟情重 这时吴长老拿着打狗棒前来 萧峰不肯接受 且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是逃出去 虚竹与段宇不走 他们要去城中接应中原的各派豪杰 而辽军也在派兵马 大战一触即发 萧峰不愿众人因自己而大动干戈 他卸下伪装大步上前 金庸笔下的大侠有很多 能称作英雄的只有萧峰和郭靖 可萧峰如此一个至情至性的人物 最终却落了一个自杀而亡的结局 他为了阻止辽国公宋 拒绝统领三军 而被辽帝所求 各路豪杰得知此事纷纷来救 对于他们来说萧峰可谓是弃暗投明 可萧峰并不这么认为 他心中在乎的不是辽或是宋 他为的是千千万万被战争残害的黎民百姓 他不会帮大辽对付大宋 亦不会帮大宋对付大辽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阻止开战 为何萧峰会死 电视剧中删减了部分内容 当萧峰等各路豪杰冲向燕门关时 宋军的守官将领不许放行 因为这次对抗辽军的队伍中 除了中原武林人士 还有大理国 西夏国等一国好汉 守官将领要求只能送国人进 而且不许佩戴兵器 关外的所有豪杰 都是一路抗辽到此 听了这话姿势有气 这时叶绿宏基带着辽军赶到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萧大王 你说要引辽军入关 怎么关门还不打开 此话一出 燕门关的宋军对着萧峰 指手画脚的大骂 萧峰见耶律宏基用反剑计 宋兵绝不再敢开关放他入内 于是下马给辽地请罪 段玉根须主演 见形势不对 明白今日之事 唯有擒助辽地作为要挟 才能保全众人 他们如闪电一般冲了出去 两人功力之高 早已到了随心所欲 无往而不利的境界 他们穿梭于箭语之中 有如闲庭性格 纵使耶律宏基身前的兵将 严防死守 段玉须主意能于万军 从中擒拿辽地 萧峰上前告诉耶律宏基 这两位兄弟不会上他 但按照契丹人的规矩 他既被擒拿就要为自己赎身 萧峰想要的是辽地的一个承诺 要他立即退兵 并且终其一生 不许大辽的一兵一卒 踏入宋辽边界一步 耶律宏基自然不想受人威胁 可他若不答应 萧峰便会跟他同归于尽 毕竟当年二人结义时曾说过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耶律宏基没得选 他断刀立时立刻退兵 并承诺此生绝不轻松 对于耶律宏基来说 萧峰为了一群 曾经伤害过他的宋国人 与他这个大哥作对 萧峰不仅背叛了兄弟情义 也背叛了大辽 所以耶律宏基远去前 说了一句杀人诛心的话 这也成了压死萧峰的 最后一根稻草 真的是这样吗 萧峰为了避免两国 生灵涂炭费尽心力 可前面是他过不去的燕门关 身后是回不去的赛上草原 萧峰夹在中间实在承受的太多 他一心效忠大辽 却成了威迫君主的罪人 于是萧峰用耶律宏基的断刀 自尽谢罪 阿子亲眼见到至爱的人 死在自己面前 他歇斯底里地拉开叙筑断语 将萧峰抱在怀里 阿子一遍遍地呼喊着简谱 这个人再也不会将他推开 阿子想起姐夫曾说 他用了有坦汁的眼睛 便是亏欠于他 应该跟他在一起 阿子只想跟姐夫在一起 于是他将眼睛还给有坦汁 有坦汁摸到地上的东西 他绝望了 阿子不喜欢他 连眼睛都不要他的 有坦汁万念俱挥向着山崖撞去 阿子抱着姐夫冲下生 三十年前萧远山 从这里将萧峰丢了上来 如今阿子又带着他回去了 一代英雄就此落幕令人惋惜 天龙八部让我们喜欢他 不仅仅是潇洒思议的武侠故事 更有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虽千万人无往已的家国情怀 天龙八部至此完结